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谁来救救我啊 这个人 倒是难得的星天灵体 和我修的功法契合 被我射去大半元气 竟然还能活着 有些奇怪 男人都是祸水 不觉得掌门费心 我这就把他杀了灭口 啊 灭口 嗯 醒了 我的天啊 这什么情况 不是刚刚被那几个女的包围了吗 这件光头挺上的 不给你点教训 你却不知道自己算老几 今天让你试试我准备了新花样 来 救人 来吧 宝贝 检测到宿主危机 开启自救护士 是否同意启动剑星系统 那个啊 姐姐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这是要 噓 干嘛 还不让我说话 那我可就 啊 啊 怎么会 这样 啊 不是让你们守在古怪吗 为什么自作主张闯进来 啊 首座 我们发现的这个奸细 情急之下就 不必检视 回到山门 全部到行堂里面摆鞭子 是 那这个奸细 不过是个没用的男人 我会处理掉 处理 完了完了 这俩美女是想把我做了 我还是 赶紧溜吧 呃 警告 生命值低 警告 生命值低 又是这个鬼游戏界面 生命值过低 这妖女真的是太过分了 这是要榨干我的血啊 我的脚 好软 不好意思啊 能让一下吗 啊 我们走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叫楚然 二十五岁未婚 职业失利安抚时 上有百万游戏装备 下有负债累累 哭言乱语 眼神鬼祟 一看就心怀不归 没有你也是祸患 我其实是为这个 神仙姐姐来的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只是经常梦到 这个神仙姐姐 然后不知道 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方 你少废话 神仙姐姐救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他的先天灵体很难得 先送去卢顶堂修炼一下 或许有用 是 你不是天天梦见我吗 如果你能从卢顶堂 活着出来 或许 还有再续前缘的机会 报告 上厕所 趁没人 我得摸清楚 现在什么情况 这是一块人妖并存的蛮荒大陆 人族七国占据大陆一角 但人有多半大陆是域外之地 有强大的妖族出没 与妖族的斗争 全然倚仗大陆上的凶仙族 但不知为何 男性人族无法突破练气期 而女性就可无限制提升 强者为尊 弱小的人族沦为女族 心中你个大混蛋 不想让人再说我是小白脸 你还把我送到这里 故意的是不是 要不是那个软饭男来找我麻烦 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要是能回去 我一定走扁他 检测到速度已成功存活七十二小时 是否解锁新手技能 哇 我的修仙金手指终于到货了吗 已解锁新手技能 科学修仙 这画风感觉不对啊 持机 这系统有网影吗 是真的好 这系统看来不是我的幻觉 系统的货币是零点 电池这样的消耗品 都要用零点来买 这个零点怎么充值呢 喂 上了厕所这么久 掉到里面了吗 好了好了 男人真是麻烦 虽然穿越到这个奇怪的修仙世界 不过有这个系统的话 好好活下去应该不成问题吧 这门牌感觉还挺拉轰啊 这是什么人 新入门的弟子吗 长得好俊俏 男人怎么配进山门当地子啊 头发这么短 佛修 六根清锦 有点可惜啊 看着比我那几个强多了 装死不死 快起来 够了 再打他就死了 小弟 快回来 你找死 停 一路都要求你 不过了 你们要记住 男人没有资格说话 更不可对女人动手啊 否则 他就是下场 这个世界 让人有点不爽啊 卢顶堂 师姐 这卢顶堂 到底是做什么的 当然是培养卢顶的地方 这里也是门中 唯一允许男子修炼的场所 如果你运气好 还能修到炼气期 那就比普通人 增加两百岁寿元呢 师姐 他们都说男子 最高只能到炼气期 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肯断了 世俗愿想当佛修 或许也能到 金丹大城境界 不过那时 你就不算男人了 每年都有很多男人 被送进卢顶堂 还有运外战俘 不过多数在 试炼阶段就淘汰了 你在这儿待着 别乱走 我禀过师姐和堂主 再带你去境界 也不知道系统 让我怎么修炼 不会真的 欲炼神功 必先自攻吧 又是他们 这些 应该是所谓的 域外战俘吧 域外不是妖族吗 怎么战俘都是人 这次我有八个男奴 合格 能在卢顶堂 换几百贡献值呢 还是师姐厉害 我可亏了 合格的就一个 连法器的损耗都补不上 你这足吧 吉祥堂的陆师姐 运气不好 遇到大妖 硬都丢了 小弟弟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哟 小弟弟 长得这么俊 来卢顶堂试炼吗 卢顶堂的试炼 可是很可怕的哟 要不你跟着姐姐走吧 保命日子过得舒坦 真是鸟大了 什么灵子都有 我对丑女人没兴趣 你们哪凉快哪待着去 哥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哥 叫什么叫 没看我在说话吗 再丑 连你一块弄死 小弟弟 这些野人才是要送到卢顶堂试炼的 你细皮嫩肉的 怎么能和他们混在一起 来吧 姐姐给你个脱离苦海的机会 不必了 我就算死在试炼里 也好过陪你这种 刻薄寡相的仇女 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 和我这样说话 梁静茹吗 小心落在我手里 天天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老子最讨厌别人说我是小白脸 小白脸小白脸 都穿越还这样 又完备完了 你找死 检测到中原攻击 系统充能 获得0.010点 没被伤害 原来系统能吸收法术的攻击 零点就是这么来的 哦 那是不是说 系统在 我就是磨灭状态 任何法术攻击都会被吸收 对我无效 小心 啊 尝尝 计算失误 超帅了 真是得不掉 就会到啊 啊 好不容易回了点血 又没了 看来 系统每次只能吸收一小部分法术 剩下的还是要作用在身上 小白脸有点本事 一转真圆威力的火风都弄不死你 剑货 还敢盗我 也以为长了张俊脸就觉得自己特殊 奴隶就是奴隶 今天就用你的人头让这些难度看看 对我动手是什么下场 啊 啊 老子是来修仙的 可不是来当奴才的 你要自寻死路 老子成全你 女人 时代变了 啊 啊 掌门 一离开这段时间 长老会擅自做主 侵入妖族领地 损失惨重 再让他们专断下去 您的权威何在啊 还要送去鲁顶堂那个男人 如果他泄露了您受伤的事 长老会那边 那是掌门的居所 这么强的劫雷 掌门肯定又突破了 小姬这个奸人 竟然又突破了 卢尔 恭喜掌门 突破金丹九重觐见 原因可望 现在你知道 我为何要留下那个男人了 难道 怎么回事 掌门 有核心弟子在内门被杀 触发了护山大阵 内门 在什么地方 师姐 黄罗师姐 他死了 这系统对心智也有影响吗 为什么明明杀了人 心里还这么平静 任务解锁 收集可供研究的生物标本 扫描完成 人形生物标本信息收集完成 新生物能量研究贡献百分之一 发放奖励 状态恢复 技能 精力太美 零点 加一百 生命之真的毁满了 还多了一百零点 是他 他怎么在这里 毕师姐 快把这个男奴抓起来 他杀了我个红师姐 我们卢顶堂本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首画脚 红师姐那是红长老的女儿 你就不怕端了你们卢顶堂 红长老的女儿又怎样 堂堂内门弟子 半步仙徒 却连个男人都打不过 活着也是废 还有你 刚进门就用法器称凶 你当我卢顶堂的堂规是板设吗 哪儿也没有只许杀人不能还手的规矩吧 再说 我真想教训教训他 谁知道他这么不精打 下奸嘴吏 如果你能活过红长老的追杀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 进卢顶堂试炼的资格 谁敢杀我 刘儿 滚出来 好强的雷雅 这是什么真元攻击 没感觉啊 是他杀了我女儿 他要杀我 自卫而已 哼 急派无烟 今天就要了你的狗蜜 好厉害啊 幸亏三阶架购买是直接穿的事 不然这下肯定要玩完 有点本事 长老小心 他有顺发法器 有什么法器尽管用出来 这也拿来的 这也拿来的 加百分之1 体力恢复速速加百分1 速度加百分之50 我去 子弹都能砍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能逼出我的五露精身 法器也还勉强可以 可惜也不过如此 完够了 送你上路 我去 完蛋了 果然装十三只能爽一时啊 下手 琼琼 你敢捣我 他怎么来了 掌门有命 这个人 你不能杀 你拿掌门压我 你有什么话 尽管去仪式堂找掌门说 有我在 这个人 你不能动 九成你 哇 神仙打架 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他 最后一颗手雷了 喂 臭猫 这么半天都搞不死我 真没用 你信不信老子一个滑铲 就能送你归西 你 臭猫 我的手雷好吃吗 收集可供研究的生物本体 目前标本贡献度百分之一百 收集生物标本 補甲力 赌赢了 这个状态恢复 还连残缺的肢体都能重生 这是 护法金钟 洪长老 护法金钟只有掌门才能动用 他的意思 还用我再说一遍吗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走了 你真是会给人添麻烦 找两个人 送他去掌门居所 掌门召见 走吧 等一下 可不能让这些人看到我从系统里拿东西 嘿嘿 好了 哥 你醒了 啊 舒坦 好几天没爽过了 没想到这里的浴池这么舒服 两次状态恢复 肌肉更结实了 还是个害羞型的 好了抓紧吧 咱们还等着呢 好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哎 停停停 剩下的我自己穿吧 这么害羞干什么 我们又不会吃了你 嗯 嘿嘿 两位姐姐 掌门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见我呀 急什么 掌门自会召见你 你真是好福气 这里是掌门的灵池 还没有男子来过这儿呢 多什么嘴 小心掌门送你去域外守海岛 快点走吧 哦 终于能看属性了吗 魅力一百 我的盛世美颜 果然连穿越都无法抹杀 天生魅惑是什么鬼 难道是和属性挂钩 新技能 幽灵虎 熬 喵 这么小能干什么 哇 这就厉害了 我俩竟然能共享誓言 你这么喜欢叫 以后就叫你熬无喵了 熬喵 嗯 嗯 好香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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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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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喵 喵 喵 长老会的怒气了 他应该不是真的想杀我 不然就不用出手保我的命了 神仙姐姐 您看这个可以吗 没有他 我今天就被人欺负死了 制作如此精巧 闻所未闻 难道他没有说谎 真的来自另外的世界 没有丝毫灵气 不过是块繁铁 这就是你的法器 姐姐不要小瞧他哦 虽是繁铁 但可以发射一种特殊的剑弩 对红长老女儿这种修为完全够用 要是每个普通弟子都能有一把 对山门实力的提升 也是有用的 你会造这个东西 没问题 我来的那个世界 小孩子都会做 就是需要点时间 这要敢说不会 我估计就活不会下集了 神仙姐姐 这东西不好对人 小心 小心啊 这东西 你是哪儿来的 当初捡到你的时候 你身上可没有 这个 我当时就戴在身上 可能神仙姐姐您没注意 这么说 你这里 还藏了不少宝宝 你身无半点灵气和妖气 若是做奸细 也还不够格 但是你身上 又带着太多 我看不懂的秘密 你说 我能信你吗 神仙姐姐 能让你如此害怕 威力勉强还可以 这小子木呆呆的 看来真的没什么修为 这就过关了 这脸也变得太快了 以后不要再这么鲁芒 红掌老半步金丹的修为 杀你 一如凡掌 你是我第一个卢顶 我的人要是这样让人杀了 我颜面何在 那要看他们会不会再惹我 我这人有仇 当天必报 以为忍让 只会留下心魔 以后修炼功法提升静静 容易遇上瓶颈 你这话说的 可不像个男人 反倒有几分女人的志气 这么夸人 听着怎么就这么 别扭呢 这么心高气傲 我传你一门功法 千重逢 你愿意学吗 初恋便可媲美助激进的无缠精神 日后步步进进练之大成 身如金刚 抱天动地 身如金刚 那不就是专门挨揍的MT 没问题 我学 好 那我现在就传你功法 这系统 可以直接接受 别人传播来的技能 这功法好厉害 体力和力量值 直接分配了 还多了把力值 千重逢 每秒都要消耗把力 那不就是 只能开启十秒 不给你点甜头 你还真不愿意打开心房 让我看看你的真正能力 搜 零 数 检测到多元攻击 系统充能 这什么情况 系统已连通对方识海 开始下载记忆数据 这又是啥 怎么会这样 他明明没有秀为 为什么能逆抓搜灵之术 还在不断吸收我的真元 这个功法还可以直接升级 系统了没有 给我放 干嘛忽然打人 难道要试验刚学的千重疯 力气再大点 就直接分尸了 神仙姐姐 人呢 你这个 屁股 我阴天会回来 不太好高啊 救命 神仙姐姐 你要带我去打 你没事吧 只剩半条命了 最后一点法力值 也被千重风耗光了 这又是什么地方 石头的 这里是什么遗迹吗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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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时输火 被你偷袭得手 不用加猩猩 可恶 被这小子逆转搜灵之术 吸走了我半步圆英的真元 绣尾退步 救赏也复发了 现在 连入门的千重风都对付不了 啊 真是作茧四复 神仙姐姐 我可是讲武德的 怎么会偷袭你 啊 什么声音 地面怎么动了 别动 神仙姐姐 这蛇怎么会这么大 王谷巨王 山文百里之内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巨型妖伤 哼 哇 大半夜的吵什么 人家赶了几千里路 更睡一会儿 啊 这位姐姐不好意思啊 我们路过出了点状况 这就走 看着 小帅哥的味道真好 啊 我决定了 之后三个月 就让你当我的男人 你来晚了 他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的人 就凭你一个战斗站不稳的金丹靖 也来跟我抢 这里是人族的地界 还轮不到你一个妖族来撒野 老子到这里来就是来撒野的 去去金丹靖也敢和我叫吧 我 就是金丹靖 有本事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这位姐姐 我对你没有兴趣 你还是别为难我家神仙姐姐了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就此别过好不好 哎呀 哇 练器入门就有这种趋势 不错不错 吓了我一跳呢 我现在对你更有兴趣了 三个月好像不够 半年吧 怎么样 哎呀 啊 神族果然为你 就知道偷袭 啊 啊 神仙姐姐 哇 哇 那个伞 这也太夸张了 要不要这么猛啊 呼 信号大 这是打不过就摇人的节奏 哈哈 你是摇山门的人 老子走了几千里 找的就是你们 这里距我山门不过百里 片刻之后 我门中精锐便会赶来 识相点 就赶快给我滚 哼 你们摇山门 几次犯我妖族 杀了我族不少孩啊 妖皇派我来 是给你们点教训 不灭你山门 杀进门徒 会怎么能走呢 就凭你 凭我一个 当然不行 但既然是来打架 我多带点人怎么行 哼 参见掌门 来得正好 与其去打你的山门乌龟壳 还不如先在这里 站得痛快 给我上 我去 这玩意还能飞呀 这 这妖族好硬 竟然只让她受了点轻伤 神仙姐姐好像打不过呀 妖族来者不善 我要去宗门秘境 去法宝应对 你带着弟子们撤退 回去开启大阵 守好山门 是 掌门小心 各位师姐 我先留回境啦 大雄 追过去 难得要活的 其他格杀勿论 检测到毒素类真元攻击 系统充能 毒素攻击 水仙姐姐 她没有系统吸收攻击 应该是中毒了 这又受伤又中毒呢 会不会嗝屁呀 我还是趁早溜 把她留下有点不够意思啊 得找个地方 起码多几个才行 别让那些妖怪找到 好 原来她是靠味道来追踪 那就好办了 这些武器都太弱机了 不管用啊 诶 对了 阿吴喵 阿吴喵 喵 喵 把这个 沿着那头熊前进的方向撒 让它兜圈子 懂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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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屈 我就把你关起来 一辈子不让你看小姐姐 哈哈哈哈 喵 终于引开了 阿吴喵 自带的小地图还挺好用的 幽灵符已消耗三十零点 是否继续 三十零点 幽灵符用起来好贵 三十零点都给我买个二倍镜了 老是跑也不是办法 情况紧急 还是想办法把它救起来吧 这个也不知道能不能解毒啊 游戏里倒是挺管用的 呃 是往这里扎吧 电影里看 是直接往心口怼 你 啊 我是给你解毒 别打我 这小子这么危急的时刻 还想着救我 难道真的没有恶意 现在什么情况 有个熊头人在追我们 我引他追错了路 不过拖不了多久 跟我来 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躲躲 哦 这里好漂亮 神仙姐姐 这儿和我们相遇的地方好像啊 啊 跟上来了 啊 啊 啊 这传送门是什么情况 好像在水里一样 好难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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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过百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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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境小世界的灵牙这么高 岂不是待在这里 就可以无限重置灵点 这里灵牙比外界高了千倍 任何人望重真点 都会被提安保 妖族也不例外 神仙姐姐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这个秘境的土著 身怀龙血 是天生的武王 那他们是敌是友 这里 只有别人 躲到我之后 走 咱们 等 系统没有反应 果然是要亲手杀的 才会给奖励 神仙姐姐 这里不是不能动用真元吗 我刚刚用的是武技 杨山门历带掌门 只有凭武技 一路杀到神木林取得天性 才算有资格指掌门停 怪不得红长老 在宗门里那么豪横 原来他这个掌门 还没被彻底承认啊 对了 我好像还下载了他的技能 妈妈 你醒醒啊 妈妈 自幼父母被妖族杀害 被摇山门的前代掌门 玄灵所救 原来他也是个苦命人 因为天赋极高 被玄灵带上山门 收为弟子 十年前 玄灵被人谋害 妖儿 临终前将掌门位子传给他 你一定要好好练功 师父 将来 师父 你别丢下姚儿啊 山门内的势力 对他这个掌门 却一直没有彻底臣服 男人就是男人 这个时候还胡思乱想 真是没出息 这一路危险重重 你若是害怕 现在就可以回剑中 传颂阵随时带你离开 神仙姐姐 你可别小看我 我还想见识见识 神木天星 到底有多牛呢 阿吴苗 这里灵牙这么高 你竟然还能召唤灵宠 这个小色匹是跟着我来的 可能不受灵牙影响 有它在 可以给我们探探路 这里无时无刻 不再充值零点 用一下阿吴苗也不亏 别偷懒 快去探路 有它探路 就可以逢凶化吉了 神仙姐姐 你看 避开那些 巡逻的龙血人了吧 这一路过来 还是太顺利了 总觉得不对 前面就是神木林了 守卫这里的会有龙血女 比雄性龙血人 更难对付 龙血女 这灭镜里 也是女的比男的厉害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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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真慢 我都等你们老半天了 这就是龙血女 你的 你的剑气很厉害 你的男人也很漂亮 今天我屠妖就用剑气打败你 善后再抢走你的男人 呃 小妹妹 你毛还没长齐 也想学他们抢男人 大妈还真猖狂 青春才是王道 不像你这样的老菜皮 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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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叶 啊 啊 哼 該我了 哼 不是吧 這小姑娘这么薄 挡住了我的剑气 難道 天星保体 你熔练了神木天心 别以为只有你们人族才能修炼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所谓天心 不过是世世代代 引你们进来的诱饵 你先走 我来断后 现在才想走 晚了 好强大的力量 这里不能动用真元 打不破她的天心包体 男人 只靠漂亮脸蛋 可救不了你的女人哦 我看着就那么若鸡嘛 你很有趣 但敢与我徒妖作对 那就去死 公主 原来如此 这里灵压太高 是修真绝地 这小姑娘就算凝练了天心包体 也没有修真者的防御力 差点被她唬住 这什么武器 怎么可能击破我的包体 再来 这一次 我不会给你出手的机会 想逃 看你 还怎么跑 哼 哼 我看你用什么当我的狂龙刀 怎么可能 她妄动真元 竟然不死 哼 哼 小妹妹 你算错了一件事 这里的灵压 对我是无效 好 我就看看你的乌龟壳 可扛出我几刀 我的神通 确实扛不住几刀 不过有位仙人曾经说 法力不够 武器来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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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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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元 哼 那当然 我信你再试试 这个人 不对劲 哼 你们等着瞧 刚刚不挺猛的嘛 一副血战到底的样子 怎么跑了 估计 是被你能动真元吓到了 啊 这么胆小 我才一重天而已 这刀看着铁之前呢 不知道能不能带走 扫描完成 高等生物遺骸信息收集完成 新生物类型研究贡献百分之一 发放奖励 哇 这刀也能扫描 阿妩喵 啊 这个吞噬材料是什么意思啊 哇 这个不能吃 你还在磨蹭什么 没什么 神星姐姐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赶紧去拿天心 哇 好高啊 这树什么品种 怎么长这么大 这小子运气真好 太白长庚 竟然是金属性的天心 刚好配他的千冲锋 这里一路走来 连一个龙血族都没遇到 感觉不太对 要抓紧时间 锦房有变 来 抓紧时间干什么 啊 啊 忍住 啊 这是什么 好恶心啊 这是你体内的灵组杂质 没有天心帮你脆体 你这辈子也就是炼气一宠 男性修针根骨虽然平常 但是像你这么烂的 也是少见 修仙又不是只靠根骨 根骨再好 还不是一枪料的 脆体之后属性几乎多加倍 为什么单单智力没有增加 千虫风也升级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 为了你以后的修行 回头我得把你变丑一点 为什么 长得帅也有错 男人长得帅只会招方引蝶 动摇到心 这是为你好 你这是公然训练骑士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邪恶的人族 破了我的天心宝体 喂 药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你们胆子不小 竟敢偷我族的天心 放剑 千虫风 根本伤不到了 这就是第二重境界的笑话啊 剑气出不去 神仙姐姐 这骨头有问题 赶紧投降 我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否则 我有一百种办法弄死你们 我要那个漂亮男人 我要把他当大鸟旗 你们别太过分 你这个变态 你这个变态 小钟 快去求钟 变态 变态 我要把他们的灵魂都团掉 喂 漂亮男人 现在求我可以饶你不死 否则我族祁灵一到 你们便是死路一条 祁灵不会放过他们 神仙姐姐 他们说的祁灵是什么 祁灵是部落的守护神 看样子 可能是威能强大的太古神兽血脉 好强的威势 不是吧 这么大阵势 就这么个小鸡 混蛋 竟然敢说本大王是小鸡 还不跪下认错 你这么点大就敢叫本大王 那我是不是得算个先尊什么的 赶紧给本先尊跪下 先尊在本大王面前也是个屁 当年杀了多少 我都数不过来 神仙姐姐 这小鸡挺会吹牛的 要不我们把他抓了当宠物吧 还能解解闷 混蛋 竟然妄想收本大王当灵宠 找死 检测到真元攻击 系统充能 零点一二零 这小鸡有点本事啊 这里还能用真元催发火焰 不过这火怎么冰冷冷的 连红罗的火缝都不如 你是白痴吗 竟然连燃魂烈火都点不着 臭鸡 你才是白痴 你这点火我根本不看在眼里 神仙姐姐 啥叫燃魂烈火 烈火是地狱之火 是以恶业为燃料 一旦沾上就休想甩掉 只有神魂燃尽 万劫不复才会熄灭 恶业 是不是不干坏事就行了 不止是恶习 就算恶念也不行 遇上这种毒火 就算仙佛都要退避三蛇 这火没那么厉害吧 我没觉得怎么样啊 那是因为你是白痴 脑子都是空的 谁是白痴 全家都是白痴 臭屎 白痴白痴 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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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了 神仙姐姐 臭白痴 别白費力气了 你就等着把他烤得香香脆脆的吧 顺别也把你自己烤了 待会本大王一块儿享用 超级 竟敢烧我们神仙姐姐 混蛋 你敢偷袭笨蛋王 快把神仙姐姐的火灭掉 不然我把你打成马蜂窝 敢威胁笨蛋王 找死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流氓机 不讲武德 你怎么能在这里动用支援 你都能用 我为什么不行 混蛋 请个打胜本蛋王 本蛋王真的烦怒了 火焰军更爪 快把我神仙姐姐的火灭掉 不然我直接掐死你 这夜火我只会又不会灭啊 不会灭火 好 臭白事 这夜火是大道柜子之力 就算大罗金鲜来了也没辙 打不着 气死你 气死你 没能量了 臭气 臭白痴 本事进来单挑 本事出来的 臭白痴 这笼子是我用吃剩的龙骨做的 连他都打不动 还想打本蛋王 出人 啊 整体 怎么办 星绒只能让我不受伤 没有办法灭别人身上的火 有什么话快说吧 再有天客 是不是本大王的夜宵了 刚好七分手 哇 鲜嫩多汁好美味 无妙 怎么有实体了 难道吃了那个刀还升级了 把它咬断 叶处 不许是本大王的囚龙 看爪 文蛋还敢吃 金刚爪 叶会是大道规则之理 这绷带能回血 也算是规则之理 不知道有没有用 果然有效 是不是缠得有点过火了 神仙姐姐 你怎么也能用真元了 你这个东西 好像能屏蔽这里的灵芽 不可能 你们怎么都能弄用真元 这不可许 你刚刚 想吃我 啊 这 老个小刺利 尖 请着烧本大王高贵的羽毛 你们等着 本大王绝绕不了你们 神仙姐姐 这小技不是神兽血脉吗 怎么会这么多 这红鸟 确实是太古一种 但是实力 却退化到筑基棋 仗着能在这个修针绝地 使用真元 才称王称霸 神兽血脉的价值 无可估量 这次一定要抓住他 让他跑了 你能找到他不 找到了 我奖励你点好东西 那个龙穴小姑娘的自愈 靠的多半就是这个灵犬吧 神仙姐姐 那小鸡就躲在这里 这里 这里灵芽正常了 神仙姐姐 这是什么 这是太乙晶晶的原况 是炼制最上等的天际法 其必不可少的材料 已经近千年 没有发现了 这里竟然有 而且 这里还有太虚玄石 太白灵金的矿脉 这么多矿 神仙姐姐 那我们是不是要发财了 两个无耻小贼 竟然敢追到本大王的洞天府地 两个无耻小贼 这里灵芽正常 看你们怎么和我斗 回叶冥王金庚华 哼 臭小鸡 我来会会你 瞧不起本大王 前进冥王刃 你不耻的小贼 竟然阴火 去死 你那是什么法器 大道规则法器 不可击穿 永不损坏 兔小鸡 再让我试试法器吧 大力大力 尽管吃鸡 神仙姐姐 不如我们把它烤了吃吧 不要烤我 它能放夜火 应该是火属性的太古一种 用普通的火 恐怕烤不死 五行水火相克 火烤不死 可以拿来炖汤 不要啊 或者包上狮米烤 就叫发鸡 吃起来肯定喷喷香 你竟然敢缠本大王身子 你下见 臭小鸡 你不想被做成叫花鸡 就乖乖交代 你是什么种族 龙血族为什么会把你当作祭灵 本大王法力无变 龙血族自然要供奉本大王 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对待本大王 不会放过你们的 神仙姐姐 她不说实话 我们找点蘑菇把它炖了吧 太古以种浑身是薄 直接吃了太浪费 还是用来炼药吧 这炉里有文物真火 正好可以炼化它 神仙姐姐 这么大东西你哪里逃出来的 储物手镯而已 你不也有空间装备吗 我那个是西桃 和空间装备可不是一回事 你们两个混蛋 不是想吃本大王 就是想拿本大王炼药 本大王和你们拼了 威牙超级 两只菜鸟和本大王斗 你们还难了一万年 本大王就算竞节调得惨不忍睹 靠着神仙威牙 也能让你们生不如死 不好意思 那些负面法术对我没动 喂 你干什么 快放本大王下来 这可是你说的 哎呀 死了死了 快让我出去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还不行吗 我是朱穴一族血脉 万年先被你们人族哲仙追杀 被逼跳进这修针绝地 最近几十年才伤愈苏醒 我的血脉 能让我在这里使用 相当于人族铸击器的真元法术 龙血族以为我真有 惊天动地的法力 才败我为金灵 原来是个水货呀 神仙姐姐 臭小鸡说的是真的吗 和我猜得差不多 朱雀血脉 朱雀质为珍贵 只要一滴朱雀神血 便可造就不适的天才 如果整个炼花 还不知道可以获得 什么样逆天的灵药 那这么说 我们还是把它炼化了吧 别炼我 你不是要说我做灵宠吗 我同意 我同意 快放了我 要死呀死呀死呀死 你这个臭小鸡卑鄙无耻 鬼才信你 还有什么一言赶紧说 我可要盖盖子 等一下 我知道这洞天府邸里有个巨大的秘密 你放我出去 我带你去找万年前修真者留下的宝藏 宝藏 宝藏 宝藏就在这里 抓紧时间 我们进入秘境已经一天 妖族若是真的进攻山门 现在该已经开战了 要是你敢骗我 我就用文火把你炖上几个月 怪不得这里的灵压是正常的 原来是早有人开拓了这片领域 宝藏 遥山门时代掌门 千年的投入 都没能平衡一地的灵压 设置这里的人 一定有通天的本力 神仙姐姐你看 这里也有一个传送门 本大王没说错吧 可放开我 我带你们去找宝藏 只是找到一片废墟 还没找到宝藏 你急什么 胡痴小贼 不须甩着本大王玩 你个普通的棍子 这就是你说的宝藏 你是不是想死 你个普通的棍子 这就是你说的宝藏 你是不是想死 那不是普通的棍子 那是天际神兵 当年追杀我的遮险 就是用它镇压了我 什么叫天际神兵啊 你老是没教过你吗 兵器 法宝 跟天地玄黄四季 天际最高 其中最出类麻醉的 才能被称为神兵 既然神兵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自己用 本大王看不上 这种粗鲁的东西 不会是你境界跌得太厉害 打不碎这封印的水晶 不说八道 本大王英明神武 法力无变 要是没受伤 就算是山峰都可以融化 别浪费时间 竟然完全砍不动 这水晶中的禁止 用蛮力是打不开的 臭小鸡 耍我们是不是 这种看到拿不到的东西 也算宝藏 我有办法 你先把你的法宝拿出来 法宝 你说这个 不是这个 是那个能发箭矢的 你这间法宝威力可观 唯一的问题 就是发射的箭矢材质太差 如果能换其他材料来做箭矢 打碎这进制水晶 也不是不可能 对呀 这个世界有点修为的人 都防御变太高 普通武器确实不行 这要是换个高配置的 有破防 流血 下毒的效果 岂不是无敌 说是这么说 我哪去找其他材料啊 你都有吞天虎这种真兽了 怎么还会担心材料 吞天虎 你是说阿巫喵吗 这真的是吞天虎 当然 本大王绝不会认错的 神仙姐姐 什么叫吞天虎 吞天虎是上古灵兽 以矿石 或是灵兽遗骸为食 像太乙津津这样极难冶炼的原矿 被吞天虎吃掉之后 会自动精炼成纯度极高的金属 价值无可估量 喂 你干什么 呃 他这是吃坏肚子了吗 他这个材料精炼不是吃进去再拉出来吧 不然还能怎么样 一流品质的龙筋 看来是吃了龙骨之后精炼出来的 龙肩特性丰锐 无剑不摧 你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改造箭矢 要多少龙筋 一块就够了 这块归你 剩下的 都归我了 精炼材料这个技能是不错 可是这毕竟也算是奥利给吧 我刚刚本想用精炼后的太乙金精做箭矢 现在有了龙筋更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你 魔力好猛 你这一技 普通金单界的修为根本挡不住 日后若是有任何人敢轻视你练切二重的修为 恐怕都会吃大亏 神仙姐姐 你把龙筋再给我点呗 我再做几个宝贝好防身 不行 这些龙筋是我的了 你不是有吞天虎吗 慢慢再练就行了 龙筋是我的吞天虎精炼的 怎么也得分一半给我呀 我说了不行就不行 两个白痴 都不知道我可口了这么多龙筋 嘿嘿嘿 啊 这都打不动 放开我你这个蠢货 你不是说龙筋子弹可以打碎尽致吗 怎么不管用 不可能啊 按我的计算 不应该打不碎啊 这尾巴是 哎 哎 灵阳 好像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啊 你是怎么打过尽致的 这是很简单的物理原理啦 叫鲁伯特之类 晶体内硬力能够让一碎的物体 也能具有极高的强度 但是尾巴那里是弱点 天际神兵 天际神兵 神仙姐姐 天际神兵会自己认辱 岂是你们这样的凡夫族子 能够掌控的 乖乖宝贝 哎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本大王的了 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拒绝本大王 这个可以扫描 看来真是很重要的规则法器 啊 主线任务终于解锁了 什么 完不成任务要被抹杀 这鬼系头 之前每次收集信息都要血战一个 只是让我抓紧打怪PK升级升到顶的意思 既然这样 也只能试试了 快放手 法宝会生死你的 这灵羊棒能够被系统认可 肯定非常重要 定要拿到手才行 臭白痴 这么贪心 炸死你活该 是他 啊 他的分身既然留在封印里 一万年都没有消散 怎么可能 区区一个男人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气场 你是谁 先来后到不懂吗 为什么抢我的棒子 你的 不好 出人 这实力也敢妄想我的灵羊棒 快躺 臭气 你早知道这个变态封印在水晶里 故意扛我们是不是 你这个白痴 谁能想到他的分身也在水晶里 我以前 就是他把我追到这个小世界 我多都来不及 还能放他出来 一会儿再和你算账 不好 躲不开了 雕虫小技 也敢搬门弄斧 奥无妙 咬他 喝草 你来这个世界 要抓的不是他吗 干嘛一直追我 待会儿再收拾你们 啊 处然 你明明可以一个人逃出去的 啊 神仙姐姐 我 感觉 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你们还没死 你死了我们都不会死 我们去会会那个变态 你赶紧做几颗能量弹 不然我们都活不了 哦 你们倒是很抗打 这样都死不了 神仙姐姐 吃了这个 可以暂时提高占领 果然是修为越高 药效越好 你们竟然有提升原因实力的丹药 调出药方 饶你们不死 你觉得我们会蠢到相信你的鬼话 哼 就算你们都是原因修为 今天也得死在这里 我去这么忙 这要是被砸一下 还不得变成肉酱啊 你们两个小混蛋 把我的洞天伏地都毁了 少废话 要不是你 那个变态会出来 能量弹做好了没有 时间仅任务中 就三颗 只有三颗 要一击命中才行 你们先打 本大王先走一步 啊 啊 啊 这个羚羊棒 竟然可以把本体的力量 增强到这种地步 想要活命 小厨要疯 神仙姐姐 这家伙心狠手辣 这次要拼命了 这次要拼命了 我们一起对付他 啊 幸好抠了不少龙筋 做了这面盾牌 不然这下肯定量了 哎 你们继续 本大王先六为敬 啊 不是吧 何力都打不死他 你们两个 今天都得死 这里没有灵牙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非准时再说 神仙姐姐 那个变态 会趴着外面的灵牙吗 除非他真的是大罗敬仙 否则绝不可能 我是灵牙 神仙姐姐 他们惹怒 机灵擅闯境地 杀无赦 偏偏这个时候来捣乱 哼 神仙姐姐 他追过来了 哎 糟了 没钱买甲 挡不住了 啊 您就是我族激灵的本体吧 感谢您帮我们打败入侵者 激灵 本体 不错 我就是你们的激灵 那些入侵者已经受了重伤了 你们去把他们抓回来 是 你们的部落在哪里 带我去看看 嗯 可恶 不过是一个分尸 分体也就是跟头发 竟然敢冒充本大王 这些头脑简单的东西 如果真被他搞到灭族 我上哪圈是供养啊 不行 看了现在还不能甩开那两个混蛋 这两个弱鸡 这就不行了 两个混蛋 到头来还是得靠本大王救你们 你个臭鸡 我还没盾你 你竟然敢盾我 臭白事 要不是本大王救你 还浪费灵犬灵业给你了生 你早就凉了 神仙姐姐呢 神仙姐姐 你没事吧 她伤势过重 灵犬已经无效 身体很快就会崩溃了 糟了 零点用的太多 没钱买药了 虽然不厚道 但是现在只剩这个办法了 那个 鸡哥 你要干什么 商量个事呗 不好 蛇蟹坠来了 在哪 鸡哥 对不住了 借起笔血用用 高等生物基因信息扫描完成 主星任务完成度增加百分之一 发放奖 果然可以 空头补给 是吃鸡那个空头吗 你个忘恩负义的混蛋 正敢偷袭 本大王和你拼了 鸡哥 鸡哥 为了表示歉意 这个送给你了 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 本大王就不合你一般见识了 这下可以了 刚才真是吓死人 神仙姐姐 这下可要完蛋了 你的大道灵药 连仙力都无法克制 怎么去对付那个哲仙 神仙姐姐姐 你这是干什么 我有办法化解仙力 不过让你帮忙 帮忙 怎么帮 按我刚刚教你的灵修功法 帮我一起对抗仙力 两个混蛋 狗妹啊 再见 懒得理你们 带我打探一下 那个分身的情况再说 什么鬼灵修功法 我的血条都空了 别放死了 快起来 我们要赶紧回山门去 这好伤心翻脸 我果然只是个工具人 嗯 飞机 这是奖励的那个空头吧 什么声音 看来这飞机 只有我能看见 这空头里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 新武器 这要配上龙金蛋 不知道能有多大的威力 你的新法宝 怎么之前没见过 这是新开发的 你们俩还有时间闲聊 快点出事儿啦 糟了来晚了 女王和那个小姑娘还活着 这变态干嘛要杀这些龙血人啊 她想强行打开你们的传送门 要用仙法血迹 所以才要杀人 神仙姐姐 这些龙血人也是敌人 没必要去救他们吧 这不是最要紧的 若是损坏了传送门 我们就出不去了 妖儿快走 你们谁都别想走 你们谁都别想走 好机会 这次必须要一斤命中 你是谁的原因 为什么会混在龙血族里 原因 怎么样 打死没 打中了 她受伤了 趁她病 要她命 我们一起上 灵压 灵压恢复正常 停止充能 噢 糟了 还有节线平衡了这里的灵压 这是要强行开始血迹啦 只剩一颗子弹 那边太亮了 没法瞄准 不能让它完成血迹 不然它的实力会暴胀 那可是真心之力 天地都可以动摇 我们就全完了 过去拖住它 你们想想别的办法 区区半部猿鹰 竟然能使用昆旋剑制 可惜啊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别着急 我这就给你包扎 小心 丑人 不要再挣扎了 在先例面前 你们不过都是蝼蚁而已 你怎么在这 臭白痴 不是本大王给你当肉店 你早就帅成肉泥了 这是本大王刚刚灵光一闪 将龙金和夜火结合 做的新武器 那家伙的命门 在梅星辞府 如果能把这个打进去 让夜火燃尽他的残魂 可以要他的命 没心目标 没心目标这么小 怎么打呀 笨大王不行了 似乎只有这一次机会 留下你的了 想偷懒 可没那么容易 赶紧起来 事情还没完呢 你能用这里的剑阵 应该也能打开这扇传送门吧 打开传送门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去去一个男人 别想命令我做任何事 瞧不起男人 看来这一万年 白面的世界真的变得有趣了呢 去去一个男人 别想命令我做任何事 瞧不起男人 看来这一万年 白面的世界真的变得有趣了呢 喂 放开我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知道什么是仙吗 你知道什么是变态吗 我挺好奇的 你到底算个啥 人工智能 还是被远程操控 你有没有自己的思想啊 灵阳 是他 敢抓着棒子不放 不要命了 快放手 天际神兵的反噬 会要你的命的 还我族人命来 住手 这熊孩子 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这都能挡住 玩火自焚 你不用夜火 我还没办法让你多吃点苦头 糟了 被灵阳棒缠住 系统不能把我免疫火焰了 祭阳 糟了 打敌了 糟了 打敌了 草人 你们鬼鬼祟祟准备半天 原来就这点底牌 想攻击我的命门 你们还差一万年的秋恋呢 谁说我的目标 是你的命门 我也是刚刚才确定 能平衡这个世界伶牙的 并不是你 否则 你使用血迹的时候 不必先展开结界 你身上那块铜镜法宝 瞒不过本大王的眼睛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你的法宝 没了法宝 你一个折仙分身 根本无法在灵压中生存 我的力量不及我的本体千分之一 我死之后 它会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要找一日 它一定会找到你 让它尽管来 我正好还缺不少贡献值 通知 杀死超级生命分身 主线任务完成度增加百分之二 获得特别奖励商店系统 啊 商店 哦 这商店里竟然有这么多种类 这个队伍伴是干什么的 零点可以直接兑换 太好了 终于可以不用为零点发仇了 神仙姐姐 你稍等 我这就给你拿药 回血的药品可以选食物 终于可以吃点正经东西了 她这是什么症状 京城饭吗 不知道是什么病 可能只是单纯的脑子不太好 神仙姐姐 你尝尝这个 可以回血 呃 不是 可以疗伤的 嗯 啊 啊 居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好吃吗 给我也尝尝 那是给神仙姐姐吃的 你挑什么 哈 本大王冒死帮你杀了哲仙 你连疗伤药都不给 你有没有良心啊 什么情况 分身死后 将信息传递给本体 这是真仙之力 即便是世界壁垒 也无法阻隔 这么说 那个分身没有吹牛 他的本体真的会知道是我杀了他 那当然 这个哲仙当年就有寂灭镜的实力 如果他找上你这个百事 你就等死吧 你以为你能跑得了 刚刚可是我们合伙打死他的 只要本大王能恢复实力 就算他来了我也不怕 那个采妓 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 求求你们 救救我女儿 他被烟火燃魂太久 生魂已经接近溃散 没人能救得了他 这里救不了 只把他带到外面的世界去 一定有人可以救他 神仙姐姐 这里资源丰富 如果能舒服龙喜部落 会大有好处 我没有救他的理由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不是一两次善局可以化解 与其日后自找麻烦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心软 只要你肯救我女儿 我愿意带全族发下毒誓 世世代代为您效劳 永不背叛 只要你肯救我女儿 我愿意带全族发下毒誓 世世代代为您效劳 永不背叛 要不要救 你说了算 我看这穷孩子 好像还挺喜欢你的 效劳什么的倒不必 以后大家有事好商量 就不要兵戎相见了 好了 烟火已经熄灭了 不过她的神魂受损严重 只能带到外面去想想办法了 这些薄礼不成敬意 只要小女能恢复 我族有的 你都可以拿去 这些都可以兑换零点 这下八财了 这些我先替你收的 时候不早了 我们要抓紧回山门去 啊 神仙姐姐 这 这什么这 你能拿走这么多东西吗 极哥 你这是干什么 本大王打胜打死 累半天 这是羚羊棒 算是心口费了 极哥 这就是你不厚道 你可是一开始就说 这羚羊棒是给我的 让我放弃羚羊棒 不非你把本大王带出这个世界 否则免谈 极哥 你在这里都待了一万年了 现在外面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啊 万一出去让人炖了多不好 要不你留在这里算了 平常开点矿什么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让你挣点W 你稍想没事 不带本大王出去 就把羚羊棒留下 你们两个磨蹭够了没有 妖族应该已经开始进攻山门 待会儿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我们先出去 帮我解决妖族的事情 妖山门的杂碎 都是缩头不归嘛 为什么不敢出战 参见掌门 掌门 你可回来了 现在情况如何 兵斩门 妖族大举倾袭 长老团寡不敌众 现在妖族不断攻击护山大阵 就快坚持不住了 神仙姐姐 区区妖族 就交给我们两个解决吧 是火长老他们 火长老出关了 太好了 山门有救了 早不上晚不上 神仙姐姐你回来了才去营战 这是怕被抢功劳吗 过去操作护山大阵 你们见机行事 妖孽 敢在遥山门造刺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是 遥山门真是没人了 这点实力也敢出战 这妖孽应激我的火蜂 竟然丝毫无损 你们监视其他小妖 我来对付她 又来不死 Twitch人 你的魅力流 真的是讨厌 aquiqua 师父 千年前的摇山门何等风光 如今打了这么久 却只能逼出这几条杂鱼 看来 你们摇山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快看 不战天战被破掉了 妖宿要攻进来了 怎么办 小的们 攻中摇山门 杀他个片甲不留 闪魂夜火 是你 各位姐姐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的妖兽这么不精打 一下就烧成灰了 摇山门里没有女人了吗 让你一个男人来出产 故意露出妇妻 是想对我用美男计 美男计倒是没有 不过咱们可以来点更刺激的 几哥 好厉害的薇妖 是什么人 刚刚看到火长老出寨 可能是他的神兽 跑了 跑了 你以为区区一只低阶猪去 就能挡住我 哪里哪里 只是机哥说 他的威压队妖族特别有效 我只是事实而已 看来确实不太行 臭白痴 再敢诋毁本大王 就把你扔下去 赶紧滚开 别仗着你有几分姿色 碍了我的事 就算是男人也一样杀 你对男人误解很深啊 看来有必要给你上一课 找死 这是什么兵器 好厉害啊 妖族首领居然被打败了 看着不销火长老出手 是谁这么巧啊 那根金色的兵器好厉害 是什么东西啊 Boss都残血了 你们这些小怪有什么用 这位姐姐 还要接着打吗 是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摇山门 这种石骨不化的森流门派 还能蹦出你这样的奇葩 有我在 没准用不了多久 摇山门就可以位列一流了 好大的口气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凭区区男儿室 重振这轻推的千年门派 他们已经重振护山城 胜算不多 哼 今日放过你们 下次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实现你的狂言 好走不送啊 下次最好别来了 别放松表面 格杀勿论 打跑了才来追 真是经典马后炮 哼 这门派里的人 好像不太担心你了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他们全都心服口服 领掌门 妖族主令已经撤到白领之外 火长老带领领火堂的弟子 正在追击 山门中妖族残兵 各堂已经分别剿灭 目前还在最后寻常 传令下去 追击的人 不得深入妖族领地 尽防埋伏 等一下 火长老 你不是去追击妖族了吗 妖族有弟子去处理 我有一事不明 特地来向掌门请教 掌门数日前 已经与学山弟子一起发掘 妖族出亲 为何这几日却迟迟未归 如今山门受损 弟子死伤 掌门是否要给我等一个交代 火长老 李火堂不顾门关约束 数次远赴妖族领地大肆掠解 这才引来妖族报复 你是否要给掌门一个交代 人妖不两立 我摇山门镇守北境 扫荡妖族本就是责任所在 倒是掌门 如此紧要关头 却和一个炉顶消失数日 这山门于何地 本座确实外出了数日 是为宗门做一件大事 你首先把那个男人藏了起来 说什么都行 谁说我被藏起来了 摇山门弟子楚然 见过各位长老 师门前辈 师尊 就是他杀了罗儿 这山门真是越来越出息了 什么时候 男人也可以说门称弟子了 凡事都有第一次 你面前不就是山门第一男弟子吗 火长老 楚然却已在剑中 被本座收为弟子 胡闹 门规之下 区区一个男人 有何资格位列山门 你这是弃师灭族 这位长老 你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掌门师尊已经同意我败入山门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反对 这位长老 你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掌门师尊已经同意我败入山门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反顿 放肆 区区一个入门弟子 竟敢对长老无礼 掌门 门规之下 你可不能互端 他们这么咄咄逼人 这是要直接撕破李人 逼宫了吗 我此次提前出关 就是看不惯门中现状 不得不站出来直言劝谨 掌门 你实在是太让我等失望了 不止沉迷男人不思进去 在宗门危机之时 竟然消失不见 如此行事 怎能服中 处然并非普通男人 本座离开这几日 是在剑种用天星为他脆体 他只修炼几日 便已经达到练七二重 如此资质 门中可有第二人选 几天就休息到练七二重 这简直是天才啊 锦平掌门的一面之词 暂知是不是你消耗修为 强行将他推倒练七二重的境界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好笑了 你们一会儿说我不配卫猎山门 一会儿怀疑我的实力 诸位是不是忘了 你们能安然无恙站在这里 那是因为我打退了妖族 对战妖族 是谁当了三天缩头乌龟 被人家堵着骂 门都不敢出 要是谁想要抢弓 刚一出战 却被人打得灰头土里 要不是我 你们有几个 还能站在这里大言不惭 连男人都不如 还好意思说我不配卫猎山门 我要是你们 就找块豆腐撞死 省得在这儿丢人现眼 胡迟笑儿 仗着邪门法宝脑 侥幸得胜 竟敢侮辱松门 我今天不杀你 难解心头之恨 都给我闭嘴 自掌门师尊现世 宗门日渐衰弱 尔等不思进取 只想着内斗 摇山门 还有何希望可言 我等人为言轻 宗门衰弱的责任 可轮不到我们来呗 我是掌门 自然轮不到你们 只是 他已经进行龙虎神兵 还有台虚玄石 数量这么多 抵得上宗门一年的修炼资源了 如果宗门早有这些资源 何至于衰弱 此次进入剑中 楚然不仅降服龙血族 还发现几条珍贵矿脉 他已被天星翠体 又立下这等大功 我破阁收他为弟子 还有谁敢反对 矿脉 果然砸钱才是王道 砸于你们 师尊 就这样放过那个男人 罗儿的仇怎么办 哼 曲曲一个红罗算得了什么 矿脉才是大事 一定要把握在我们手里 否则 让那个贱人作文掌门之位 我等永无出头之日 那男人修为低微 全占着法宝 要想办法把他抓起来 拷问出矿脉的具体消息 还有 遗迹的事 尽早派出弟子探查 是 我去安排 原来他们打的这个主意啊 看来要给他们点教训 顺便赚点贡献值 嗯 神仙姐姐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今后的路要怎么走 今天虽然暂时说服了火长老 但是以他的个性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你现在战力虽强 但是修为太低 过于依赖外物 一旦被摸清底细 处境反而更加危险 神仙姐姐放心 真欺负到我头上 干掉就是了 正好扫清宗门内的障碍 现在还不是冲突的时候 我有更重要的事 让你去做 三年一度的 歹瞎户大赛就要开始了 我打算派你 代表摇山门出赛 歹 歹瞎户 所谓歹瞎户 是人族开拓北境时的传统 那时幽暗森林有一种特产 叫天罗狂虾 体型巨大 速度极快 只有极少数的精英人族 才能猎到 所以能猎到狂虾的人 就被尊称为 歹瞎户 如今 人族不再依赖狂虾的资源 但是这项传统 还是被保留下来 是真的歹瞎呀 摇山门参赛的弟子 都出自火长老的李火堂 我最近才知道 赛场附近 发现了一处 上古针仙遗迹 所以火长老 才会对比赛这么热衷 你这次去 能不能赢下比赛 都是此样 一定要监视一下 李火堂弟子的动静 你这次去 能不能赢下比赛 都是此样 一定要监视一下 李火堂弟子的动静 神仙姐姐放心 我这个秋明山老司机 歹瞎户必然是我 如果真有那个遗迹 那里面的宝贝 火长老也别想拿走 以后没人的时候 直接叫姐姐 知道吗 知道啦姐姐 这些天一直都跟着姐姐 现在自己出门 有点不习惯啊 姐姐给的 储物戒指和这些宝贝 待会用系统看看 能兑换多少零点 金哥 你来了 是不是舍不得我呀 少自作多情 你的小姐姐和本大王做了笔交易 让本大王一路照顾你 省得你被人杀了都不知道 本大王才看不上他那点东西 只不过山门太闷了 我正好出来转转 嘿嘿嘿嘿 金哥 你口是心非的样子 还真是可爱 快放手 恶心巴拉的家伙啊 这位师姐 这么快就到地方了 这里是幽爱森林的边缘 掌门命我们 只能把您送到这里 这样啊 金哥 要不剩下的路 你背着我飞过去呗 那可不行 你小姐姐说了 这段路你要自己走过去 这是宗门历练的一部分 这是什么鬼地方 氛围好恐怖啊 你一个修仙者 怎么这么胆小 这里有死灵的气息 会孕育一些死灵生物 或者邪门的宝贝 死灵生物 这个之前没见过 如果扫描到 没准算贡献值啊 七天就要百分之一的贡献值 时间还真是紧 什么东西啊 他长得好恶心啊 是宁珠 一种低阶的死灵生物 看样子 是在追猎什么东西 有人声 离这里好像不远 去看看 师姐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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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啊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太危险 不是那人该来的地方 赶紧离开 啊 小妹妹 你是不是搞错情况了 这小丫头有点二了吧唧的 现在没时间解释 这里有魔袖作祟 赶紧离开这里往南走 半天应该可以出这边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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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的法宝 女人真麻烦 絮絮叨叨 浪费我一颗龙金蛋 你一脸坏笑 哪个女孩子会觉得你是好人 你才不是好人 我多亲切 啊 啊 糟了 忘了师姐了 别的都是虚的 先弄点贡献值 统知 获得亡灵生命信息 主线任务完成度 增加百分之零点一 啊 这么少 什么时候才能凑齐啊 三次凑不齐就要被抹杀 那不就玩犊子了 我还怎么回家 这家伙又犯病了 蚊子腿也失重 多弄点零点 买能量弹吧 琪琪 你不是失授的对手 和我一起回座门去 师姐放心 我能照顾自己 一定会查出失授的真相 那个 神兵门 神兵门弟子唐琪琪 多谢相救 神兵门 你们是镇守北京的七大门派之一吧 我是遥山门弟子 大家都是自家人 啊 可是 七大派不收男弟子的呀 尤其是遥山门 几百年都没有破过力了 我就是遥山门唯一一个被掌门亲自收入门中的男弟子 可能你们还不知道 啊 我知道了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白脸 啊 我知道了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白脸 小 小白脸 你长得这么俊俏 被破格说为弟子 还有这么厉害的法宝 肯定是被偏爱的小白脸咯 哈哈哈哈 小白脸 原来你是被小姐姐套路了 哈哈哈 闭嘴 长得帅有错吗 老子最讨厌别人叫我小白脸 你的鸟会说话 是妖怪吗 本来你不是小白脸 是妖族的奸细 笨大王是神圣朱雀一族 我是什么妖怪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再乱说 小心我拿你当下酒菜 可你小小一致 怎么可能是传说中吞天灭地的朱雀神圣 小丫头骗子 你说是小 信不信笨大王一口吃了你 我是六辣 是大人 不是丫头骗子 你才是只小小鸡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很特别啊 能把你的身体 借给我吗 我想研究一下 喂 你这么突然跳出来 会吓死人的 哦 不同意啊 要这个朱雀呢 好多年没见过活的了 能给我研究一下吗 不行 今天怎么回事啊 灵鹏两个都脑子不太好的样子啊 啊 摩 魔修 你是魔修 我叫莫无尹 是魔修没错 放心 你这种还没发育的小姑娘 我没兴趣研究 一定是你知道了这些狮兽 伤为师姐 我要给师姐报仇 喂 快放开他 啊 金哥 你怎么了 这魔修至少有原鹰五重的实力 魔影傀儡都炼出来了 比你小姐姐还厉害 魔修也是分门派的 我可没兴趣造宁珠这种恶心的东西 而且造出这些尸寿的 也根本不是魔修 魔修冷血凶财 我不信你会多好事 你信不信重要吗 小妹妹 你们来幽暗森林干什么 宗门听说附近村寨有尸寿出现 残害百姓 让我和师姐下山来出魔 不过 这些尸寿比我们预计的要强大得多 所以才 这个魔修不像是制造尸寿的人 这些尸寿 不会和火长老他们说的那个遗迹有关吧 你们商量好没有 能不能别神出鬼魔的 下出心脏被你负责吗 我是通知你们医生 我找到尸寿的源头了 你们这些除魔未到的正道子弟 要不要跟着看看 我去 无论如何 我都要找到尸寿的源头 哦 一个身分不明的魔修 鬼才要和你一起行动 待会儿让阿欧苗跟着你们 搞清楚情况再说 我还有事就不去了 精神上支持你们 你真是个特别的男人 特别没用 他是小白脸 和我们正经宗门弟子是不一样的 不用渴求 谁是小白脸 我哪里不正经了 都不用去了 尸寿自己过来了 这家伙 这么大个儿 应该能多换你贡献值吧 几哥 还有烟火能量单没 我把这丑家伙一发带走 什么 夜火子弹只有三法 不都被你用光了吗 用光了 你没再做几发吧 开什么玩笑 在秘境小世界之外的地方 用夜火那种东西 会遭天前的 什么时候回秘境才有机会再做 你不早说 这是什么东西 是陷阱 他想困住我们 竟然偷偷用凝珠的尸体布置法阵 还算有点脑子 喂 你这个时候开溜 果然是魔修 一点意气都没有 幸好系统可以免疫这种级别的法术 不然就被这个家伙坑死了 啊 怪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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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了 这猪王法术 系统不能免疫 啊 你们两个神兵们的小杂种 追查我这么久 没想到会落在我手上吧 师母妖孽 别人都要住职 这我修炼不尽 杀不了你 这是把我也当神兵们的人了 安静 你还不够合格我说话 嗯 嗯 嗯 神兵们真是堕落 连男人都可以当弟子啊 不过正好 有你在 几华更万无一失了 你修为虽然微不足道 但是天生灵体 很适合被夺射 夺射 这个世界一般都是女的比较强吧 为什么要夺射我 我要去做个事 女人反而不太方便 你这样娇娇嫩嫩嫩的男人才合适 放心 夺射只是暂时的 等我办完了事 就把你讨制成相识傀儡 你这样的小白脸 我好好享用一下 岂不是浪费 抱歉 我对夺射没兴趣 而且 老子最讨厌别人讲我小白脸 令羊 恩 啊 啊 啊 这这这这么强的尸兽 啊 不对 起码是尸妖 这一下就拍扁了 一个尸妖算什么 哲仙我们都打死过 真的吗 太厉害了 那必须的 以后不要随便叫人小白脸 否则就是被降为打击的下场 小心 是石药的元神 这就打完了 能看到了都打完了 我要再检查一下 看还有没有落网之余 这小白脸这么厉害 还救了我两次 是不是不应该怀疑他 贡献点 贡献点 为什么你每次杀完东西 都奇奇怪怪的 商业机密 无可奉告 不说就不说 谁稀罕 怎么回事 死猪都能扫描 怎么这么大个石药都没反应 难道 果然还没死到 终于等到你洩刑了 收 请终于保护 咱们不会抵击 大姐 你遇到危险开溜就算了 竟然还回来和我抢怪 你知道我多需要亲手弄死他吗 我的贡献点 那个鬼修是我要研究的东西 你的修为太弱 就算有神兵在守 他想跑你也是追不到的 他说的没错 那东西不是普通食药 他未必能打过你 但是跑肯定能跑掉 不可能 要不是他把那鬼东西吓跑 我有的是手段对付他 那顶多我抓住他研究完之后 再送给你 你要是不答应 我只能先把你杀了 省得耽误我的研究 那你打算怎么抓他 动动脑子就行 他夺顺为了要神兵门身份 想要男人的身体 说明他要靠男子身份 昏集在弟子中 干见不得光的事 方圆几百里 需要神兵门的身份 又有弟子聚集的地方 只有一处 就是邱山城 邱山城 那不就是 歹顺户大赛举办地吗 动动脑子就行 他夺顺为了要神兵门身份 想要男人的身体 说明他要靠男子身份 昏集在弟子中 干见不得光的事 方圆几百里 需要神兵门的身份 又有弟子聚集的地方 只有一处 就是邱山城 邱山城 那不就是 歹顺户大赛举办地吗 你们几大门派 最近好像要在那里 举行什么比赛 但真实目的 是一个先出世的 真仙遗迹 那个鬼秀 多半也是冲着那个去的 真仙遗迹 不是很机密的事吧 怎么你知道的这么清楚 你们几大门派 都多了道收南帝子了 早就没什么秘密可言 不然怎么会让一个鬼秀 有机可乘 就算知道他要去邱山城也不行啊 如果这几天他成功夺射了其他弟子怎么办 谁能忍住他来啊 我夺了他的残魂 倒是能定位他的位置 不过我无法掩盖修为 也没有可掩护的身份 不适合在邱山城露面 掩盖你身上的修为我倒是有办法 不过身份就不行了 我可以带他进邱山城 你 我母亲是邱山城城主唐映雪 带几个人进城去是没问题的 不过 我要先问清楚 你们为什么要抓那个鬼秀 我是摇山门弟子 出谋味道 责无旁贷 我是不会告诉你 我是为了贡献点的 我兄弟遇到瓶颈 需要抓个鬼秀研究一下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带你们进城 去抓那个鬼秀 小妹妹 你也太清醒人了 你就不怕有人是骗你的 你们就算要骗人 也只是我一个人受害 但是那鬼秀 已经残害了几个村寨的百姓 只要能除掉他 我什么嫌都愿意吗 我以为丘山城是个人烟稀少的小地方 没想到这么热闹 这城里怎么怪怪的 到处都是女人 难道哪儿去了 姬哥 你这么迟钝啊 出来这么多天了 才发现不顿 你才迟钝 你们摇山门阴盛阳衰 谁知道外面也是这样 姬哥 在你进入秘境之前 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阴阳平衡 无论男女 都有杜劫生仙的强者 不过 现在的天地灵气 比那时稀薄多了 我要去探查一下山春气域 天地法则 你自己保重吧 说走就走 这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 小小姐要去哪里 不和我们一起吗 她饿了 找吃的去了 不用管她 这里气氛有点不对啊 小姐 你又回来了 父姐 家里出了什么事 怎么如临大敌一样 你还不知道 将军昨晚遇刺 受了重伤 情况不妙 现在群府戒严 不许任何人进出 我妈妈受伤了 快带我去见你母亲 只要还有口气 我就能救回来 我妈妈现在在哪 快带我去看看 这里有鬼秀的七七 我能感应到 我们刚在森林里打跑鬼秀 七七的母亲就遇刺 两者可能有关联 再遇到鬼秀 一定不能让她跑了 七七 你怎么回来了 二姨 我妈妈在哪 我要见她 七七 自你上山修行之日起 将军府的事 已经和你无关 你带着外人 擅自闯进来 成何体统 他们是我的师兄师姐 不是外人 你们赶紧让开 不要耽误我看妈妈 师兄师姐 我看这两个人倒像是奸细 六月 把他们拿下 好好拷问莱莉 遵命 母亲大人 好久没见过 这么君强的小帅哥了 乖乖束手就擒 姐姐不会亏待你的 你们不要太过分 可爱我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能如何 你的修为不过是刚筑机而已 我现在已经是筑机三级的事 唐家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 唐家永远轮不到你说话 筑机三级 真是好高的实力 怪不得这么理智气壮的欺负小孩 你死饶旗 怎么会让我慢慢吵架 看你还狂不狂 先重锋 刘月 打你这样 我都不用罚宝 打你这样 我都不用罚宝 赶上我女儿 要你们拿命来吵 二爷 你们走不走 啰啰嗦嗦 鬼秀跑了怎么办 妈 你没事吧 别哭了 别哭了 妈没事 这两位是 他们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要不是他们 我早就没命了 怎么回事 是这样 鬼秀气息很淡 应该离开一段时间了 我去外面再查查 你是魔修 妈妈 他们真的很厉害 快让师兄帮你看看伤吧 很快就能治好的 琪琪 你去堂药房 看我的疗伤单 做好了没有 可是 师兄 拜祖帮忙照看一下我妈妈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接近琪琪是什么目的 我是姚山门弟子 来秋山城参加比赛 碰到琪琪纯属意外 姚山门 姚山门自称正道大派 怎么会和魔修为伍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 不过我们没有恶意 起码对秋山城没有恶意 罢了 既然你们救了琪琪 就相信你一次 琪琪说你能治伤 那就帮我看看伤口吧 这 跟哲仙攻击姐姐那次的伤口 好像 刺杀您的兵器有心力残留 虽然只是皮外伤 但残留的心力 会阻止伤口愈合 虽然你努力压制 但先力不除 身体终究还是会崩溃 果然是这样 怪不得越来越难压制 你有法子解除先力吗 上次帮姐姐的办法肯定是不行 不过 那个灵修功法我还记得 用我自身的灵气解除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我不确定 但可以试试 这是什么功法 这看去 这先力 比侄仙还要霸道 通知 使用自主开发功法 获得超级生命能量 主仙任务完成度 增加百分之零点五 获得额外技能 灵修功法 这技能有点鸡肋呀 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贡献值 还是不达标 系统真是越来越抠了 我功力不足 不能将先力一次解除 得多来几次才行 无妨 先力无药可医 即便是女帝的御医 也未必能根治 能够医治已经是运气 他恩不言谢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我这次来秋山城 除了比赛 还要追查鬼秀的下落 希望城主 能给个方便 七大派一向和朝廷共进退 提供方便是理所当然 秋山城风起云涌 为的都是即将出世的 针线已尽 你要是信得过我 我们可以联手 联手 没错 你和摩修可以暗中查探 等那些心怀不轨的势力 浮出水面 便可以一网打尽 妈 你的伤好了 好多了 你陪我的音数很厉害 谢谢师兄 我刚刚都担心死了 琪琪 安顿一下你的朋友 她要在这里住几天 安排得真是周到啊 在森林里跑了这么多天 终于能好好洗个澡了 这系统现在抠得和周八皮一样 竟然给这么高的价钱 先不卖 等吉哥回来看看 没准有用 就剩两天了 贡献点才百分之零点六 这样下去 要BBQ了 算了 先蹲凭快乐水吧 你干什么呢 你这是什么药水 黏乎乎的一股怪物 你能不能改改神出鬼魔的习惯 吓死人了 你身上的味道很特别 比在森林里的时候更特别了 你真的不能把身体借给我研究一下吗 当然不行 虽然咱们很熟 但别凑这么近好吗 研究影响而已 有什么好害羞的 姚山师兄 这是你换洗的衣服 你们 你真的不能把身体借给我研究一下吗 姚山师兄 这是你换洗的衣服 你们 你们两个 这个 这个阿琪琪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你要是不老实 我就不带你负责了 你干了什么 要他对你负责 我什么都没干 我好冤枉啊 你个臭白痴 夜福不浅啊 姬哥 你回来了 有什么新发现 这秋山城附近 山川气韵颠倒 四处邪气生腾 我看要不了几天 这里就要大难临头了 姬哥 你这话说的 怎么就大难临头了 嘿 信不信随你 笨蛋王懒得跟你解释 我刚刚在府里搜寻 这里鬼秀的气息很奇怪 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 不过这里很多地方不有法阵 我进不去 没法查探详情 我听妈妈说 这里之前是一座镇魔塔 后来地基塌陷 镇魔塔也不见了 这才修了将军府 用军阵杀气镇压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不会真的出事吧 嗯 这么多征兆凑在一起 肯定有人在搞谷 琪琪母亲遇辞 多半是为了让她不再暗示 会是谁呢 我知道了 阿吴喵 啊 这小猫好可爱 还有翅膀 这是 吞天虎 阿吴喵 你隐身 去探探那两个人的情况 啊 猫猫呢 琪琪 你妈妈伤口愈合的事儿 有人知道吗 妈妈不让说 除了我们没人知道 墨小姐 今晚能不能和琪琪一起 保护一下城主 我怀疑这几天 还是会有人暗中使坏 可以 不过事成之后 你得把吞天虎给我研究一下 没问题 反正阿吴喵死不了 研究一下也没什么 这个是传音法器 你们要是遇到意外情况 用它呼叫我 方言十里之内我都能听到 怀疑他们母女啊 城主如果出事 君权就会落到他们手里 他俩的嫌疑当然最大 而且这院子有法阵罩着 像是藏了什么东西 吉哥 奥喵进不去 得我们亲自过去了 这种程度的阵 果然可以被系统免疫 这 这是黄泉晦气 什么情况 人界之下是黄泉鬼界 本来两界并不相连 但是出现了黄泉晦气 说明这里 要被开通了鬼界入口 要么是哪个不得了的家伙 已经突破鬼界壁垒 无论哪种情况 对秋成山都是灭城至极 既然如此 为了城里的百姓 那我们更要好好探查一番 鬼界 系统最喜欢这种新鲜玩意儿了 喂 你不是开玩笑吧 鬼家的家伙可惹不起 随便一个都能引发天结 现在不还没有天结吗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但是这里看着确实有点吓人呢 为了贡献点 只能硬着头皮上啊 你放开我 你要作死别带着奔大王 我还没混够呢 嘘 鸡哥 你再这么大声 可就把不该来的东西引过来了 富贵险中求 这里要是有什么好东西 我分你一半好不好 嗯 鸡哥 鸡哥 这是什么阵势啊 这是又离血镇 用来召唤 时辰已到 不是吧 说杀就杀呀 发阵已成 主人可以降世了 鸡哥 这又是什么东西 看气势 应该是黄泉鬼界的大家伙 恭喜主人 现身人间 恭喜主人现身人间 俺是主人坐下鬼王 你们攻击的血石太差 主人无法通过世界壁垒 主人让俺过来 裂去更多的血石 开辟通道 王良和狂谷何在 为何不来迎接本座 呃 为了迎接您的到来 王良大人刺杀了此城的城主之后 被逆时不知去向 狂谷大人 也早已不知所踪 两个废物 王妃主人一片恐心 但俺杀起这一城生灵 主人降世之后 一定让这两个叛徒 魂飞磨散 牛北大人 我可没有忘记主人的吩咐哟 这两只小老鼠在这里窥死了半天 我怕他们破坏主人降临 在一战中守护 大人 我可没有忘记主人的吩咐哟 这两只小老鼠在这里窥死了半天 我怕他们破坏主人降临 在一战中守护 大人 他们是城主请来的帮手 我不是城主请来的 只是碰巧路过 狂谷现在何处 狂谷在城外为主人搜集血石 刚刚献祭的这些 都是他搜集的 您不会以为这两个废物 能找到这么多血石吧 搜寻血石 难道森林遇到的那个猪魔 就是他们说的狂谷 这帮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这些血石送来之前 神魂已经残缺不全 黄国动了什么手脚 他自己知道 凡有你身上这把法剑的来历 主人明察秋毫 也会追究到底 我现在要去为主人收集血石 没时间和你啰嗦 你要是聪明 就把这些事情处理单久 主人讲连事 可不想看到这些麻烦 莫子 他本身不在于 但根据卫 这些人 你去放下 他不会有什么 也会不会有什么 你去 这两个家伙知道内情 不能被灭绕 既然你这么喜欢救人 那就活救机子 啊 说是什么东西 这是鬼界的走魂战 能够割绝内外 释放黄泉晦气 黄泉晦气被法阵催动 能将游回怨气化为实体阴兵 阴兵怨气冲天 极度活人 今夜这青山城 要有地场大欠 传我将令 各军严守要大 务必挡住阴兵突袭 保护百姓 怎么令 我来回回这位扶宿之客 妈 让我去法 你的伤还没好 我去去救回 你安心等我 妈 小心 我去帮你妈妈 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多好 蛤 蛤 蛤 超山师兄 你在哪儿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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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吧 有天级神兵的 不止你一个 你这把剑有先例残留 原来刺杀七七妈妈的 是你 现在才明白 晚了 今天让你见识一下神兵的真正问题吧 快把领域 我的棍子 这什么情况 领域 他的剑真的是神兵 在我的领域里 不管多强的法宝都会失去作用 只有我可以为所欲为 毁修大姐 你这属于打不过就开挂 有点犯规啊 可惜 开挂我也会 你的法宝竟然还能用 我能用的法宝还多着呢 这家伙果然会隐身 小心 那家伙的领域还在 我使不出法力 帮不了你 不用帮忙 我马上让他现身 千尘封 你那什么关系 科学圣光武器 对亡灵有伤害加成 怎么样 要不要再试试 啊 啊 啊 风拳九幼 无神之魄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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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逃不出去 乖乖做我的血肉 知道我不能用羚羊棒削的 所以才选择硬碰硬吗 有点脑子 师兄 师兄 小山师兄 来不及了 只能出绝招了 满仙女 刚好能凑到五千以上的零点 刚刚忘记和你说 我这法宝很大 你忍一下 啊 不好意思啊 比开挂 我还没怕过谁 哪里的蜘蛛网 是森林里那个猪魔 别在这纠缠 一进入口一开 竟不可食 哼 无耻小贼 我以后找你算账 不是吧 又跑 散了那么久的零点都清空了 结果一点贡献点都没捞着 我的贡献点哪 主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这么强的黄军怪物出世 难道这秋山城真的要复免 别分力是吧 这一处生灵 注定成为暗主人的现实 我 混沌宣布 你是无量山的魔修 无量山 你的主人是哪个 九幽之魔 还是暗冤之主 不过是哪个不入流的魔头吧 你接着做法 不用管我 你的主人现世 我挺想研究一下的 就算你是无量山的人 情是我家主人也不肯原样 我不想和你的 等你主人出世再说 妈 妈 你没事吧 臭白师 引兵太多了 快想想办法 只有他能同连守城的兵士 可是刚刚用光了零点 不能买药给他回血 对了 那个新辅助技能 怎么搞了这么多治疗光球出来 算了 别浪费 这什么情况 妈 你怎么了 臭白师 你这怎么搞的 这女人顶多金丹七出的实力 怎么一举突破了原因 突破 灵修功法 确实可以增加施法目标的能力 不过这也太犯规了 一下挑了四个境界 金哥 这又是什么状况 还能是什么 灵修元英自然是雷洁了 还不快跑 你这点修尾 把被劈死 臭白师 这次真的被你害死了 别许 不能挺过劫雷 即便以后不能留在原因期 对修尾的好处 也是无可限量 这劫雷好厉害 卫都要炸飞了 金哥 这是怎么回事 揭雷 怎么多去炸英兵了 这英兵和法阵 都是知鹰制邪 有为天道 更易吸引揭雷 不是这样 我们早就被劈死了 原来是他们更能拉仇恨 这是原因期的劫磊 为什么忽然突破到这个境界 难道是那个摇山门的男弟子 铁卫何在 在 只陪坐血蛇的虫子 差点怀了安主人的大事 只陪坐血蛇的虫子 差点怀了安主人的大事 提升到猿鹰气 也对付不了这招 这牛头盔好强 放开我妈妈 杀 再勇敢的虫子 也不过是 飞蛤狐狐 狗神师兄 救救 我妈妈 杀尽所有生灵 被主人夺去血尸 臭白痴 这些阴兵无穷无尽 我们又打不过这个牛头鬼 还是先撤吧 我答应过琪琪 要去秋山城的百姓 说话要算话 几个 先就琪琪和他妈妈 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 那你呢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他们全部送回黄泉鬼界 臭白痴 你自己小心 论如何 今晚一定要干掉 这个牛头鬼 糟糕 枪管过热 不能用了 原来是你 能从亡灵手下逃脱 还算有点本事 我有点急事 要借你牛头一用 就不寒暄了 营阳 打不动 这家伙果然难对付 灵阳棒都压不死 神兵以修为灵气为根基 放弄施产为能 以修为敌 九星收服神兵 只只会拿来乱砸 真是暴天天物 灵阳在哲仙手里 可以千变万化 到我手里却只能大小 长短有所变化 难道真是我的修为 限制了他的能力 杀了你之后 还会好好使用他的 你会让宝物猛尘 伤仲风 这牛头鬼至少原因三重的实力 力量相差太远了 完全无法抗衡 对了 修为 系统可没说灵修功法 只能给别人用 区区炼气精 竟然能用出金丹镜的肉身之力 你的功法勉强够看 可惜 还是太弱了 若你妹 果然 境界提升可以增加神兵的掌控能力 前重锋第三重 白银之体 别以为只有你有原因之力 妖孽 是俺老孙一棒 凌羊棒加白银之体也打不动 就算把凌羊棒换一种冷兵器形态 也没法破防 还是得用枪想办法 你强行将肉身力量提升到年英镜 可惜 年英镜的法术和神童 你一样都不会 皇前归决 血光八十斩 普通子弹只能对付鹰兵 对着牛头鬼的无效 要找准机会 用龙金子弹试一下 如果神仙姐姐在就好了 用了她的雷电加持 龙金子弹的威力起码能加一倍 现在是能碰碰运气了 皇前归决 入海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糟了 这鬼物能屏蔽感官 什么都看不见了 毒素攻击 看来这牛头鬼 将用毒素先削弱我的力量 这鬼物应该是破罚领域级呢 能单向屏蔽市局 如果不斗 会被打死 可是如果乱斗 更加无法反抗 到底该怎么办 喂 你行不行啊 这么快就中了这牛头鬼的领域 你知道我中了领域 还不出来帮忙 我帮不了你 对付这个牛头效用权力 你要是挺不过去 说明你没有研究价值 死了只能怪自己 小心 它在你后面 你能看透这个领域 我是魔兽 这种程度的领域 当然能看破 带你帮我报一下方位 羚羊 就算有羚羊棒的火焰 你只能看清楚眼前 只能拼一把 我全体别轻举妄动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它的感应之下 就算我跟你报方位 你也打不到它 我可不是让你报 那个牛头鬼的方位 我可不是让你报 那个牛头鬼的方位 你以为你能痛快地死 还会把你的魂魄 带入皇权鬼界 日日夜夜受明火煎熬 一家断桥之恨 你想着吗 可惜 你打了半天 还是没能阻止我拿到这个 他刚刚让我报这个断桥 和内杆枪的位置 到底想要干什么 一百零点 勉强够用 我知道这黑雾领域 就是你的感官 让你对雾中的一切了如指掌 但是任何器官 都是脆弱的 用冷兵器攻击黑雾 肯定没什么效果 但是大范围炸弹攻击 想用棍子戳这样如头鬼的眼睛 你以为你破开我的领域就能活命 王权归权 本身 今天大爷让你开开眼 看看什么叫 科学修仙 法力无边 极其地前灵兵 怎么可能用如此恐怖的杀伤力 他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什么法器 科学修仙法器 怎么样 羡慕吧 灵养棒变抛管 效果果然拔群 你们这些虫子 灵养 你今晚用法阵杀了这么多人 该是你偿命的时候了 打完收工 这回能搞多少贡献点 杀死特殊生命 主线任务完成度增加1% 获得等级奖励 修为等级加1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打死了这个牛头鬼 看来我之前还是小看你了 刚刚打架的时候你不出来 现在又冒出来干什么 我决定了 以后这么不离跟着你 好好研究一下你的能力 快 不要老实自说自话 完全不听别人说什么 臭白痴 牛头鬼这么快就搞定了 那当然 我是谁啊 没这个本事 怎么罩着你们 照理说 如果牛头鬼死了 这锁魂阵应该消散才对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对啊 怎么没动静 不是吧 这牛头鬼都死透了 还有后招 这牛头鬼临死的时候 把自己当成解食献祭 他的主人要出事了 这又是什么东西 那个牛头鬼的主人 竟然真的是黄泉之魔 公主 国师没有算错 黄泉之魔果然在今夜现世了 黄泉之魔现世 必遭天结 没必要现在去处梅斗 让绣衣未待命 等黄泉之魔出城 再进行下一步计划 是 不过 城中百姓尚未撤离 如果等到黄泉之魔破城而出 恐怕 比起母皇的大事 些许百姓的性命 微不足道 不行啊 这家伙比牛头鬼厉害多了 大炮都轰不动啊 黄泉之魔是诡计的大魔头 这只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投影 如果本体在这里 就算大炉金仙也不是他的对手 只是个投影就这么厉害 这要在游戏里 这家伙就是等级高到 无法显示的超级NPC啊 我现在才升到第三级 这打个屁啊 怎么又来劫雷 这比刚刚撑住那个劫雷 至少厉害一百倍啊 黄泉魔头降临人间界 本来就为天道所不容 比起天节 城主的劫雷只配给他挠痒痒 黄泉之魔就算出事 也必然会在天节之下灰飞烟灭 他到底想干什么 趁着他应对天节 现在正是逃出秋山城的好时机 你们一起走吗 黄泉之魔现实的机会千山大方 我要去研究一下 这种情况不溜溜球 还往上凑 真是活腻了 快跑 别让他的血眼盯上 你个臭白痴 本大王跟了你这是倒霉透顶 可恶 这里太危险了 本大王先溜了 你不要命了 看见那些红光没有 你一飞出去 就会被那些眼睛激火 这里是他们视野盲区 暂时还安全一点 不是吧 又来 黄泉之魔不容于天地之间 雷是不会停的 我们要待在这里 早晚被劈死 既然外面都是死路 那就进到这黄泉之魔的身体里去 看看有什么玄机 越冒险的任务 共性越高 就算搞不到贡献点 也比被雷劈死强 喂 臭白痴 你不会又打什么坏主意吧 几个 外面没有活路 咱们耐凶难地 一起去黄泉之魔身体里闯一闯吧 滚蛋 你这是找死 本大王不要和你一起死 快放开我 公主 公主 黄泉之魔开始向城外移动了 从方向上来看 这魔头果然是看上了那处真仙遗迹 公主 真仙遗迹里 到底有什么能吸引这样的大魔头 有什么我不知道 但他身上 一定带了我想要的东西 公主 是妖族的神皇天车 和 同亮山的魔形功 不止他们 神兵们和遥山门也来凑热闹 公主 要不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计划 不必 黄泉之魔是人界的天灾 在他灰飞烟灭之前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至于黄泉之魔身上的宝物 那就看谁有本事拿到 传我军令 各军团做好准备 三九劫雷一过 立刻发动 务必要在黄泉之魔到达真仙遗迹之前 将他打得形神俱灭 是 充能的零点这么多 这毒素攻击肯定非常强 没有系统免疫 进到这里果然是找死 臭白痴 这次真的被你害死 极哥别着急 等我给你产免绷带 屏蔽毒素 跟着你真是没一件好事 再往一步 笨大王就要驾崩了 极哥 你就算曾经是通天彻底的大能 也没机会进到黄泉之魔体内吧 这就是你帮我的福报 福报你全家 说不定还没等我们找到出去的路 就跟着这个魔头一起灰飞烟灭了 那就要试试看了 没准咱们走运能直接干掉它 要是真能干掉这么大个魔头 你连那贡献点都够了 黄泉之魔体内只有这些东西吗 感觉很好打呀 这是什么 打这些小怪还能爆东西 臭白痴 你走运了 真是黄泉血精 里面存有一转真元 是难得的宝贝 极哥 什么叫真元啊 不是吧 你连真元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啊 修为大概是炼器三重吧 你不是故意隐藏实力 而是真的只有炼器三重的修为 是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极哥 你别老问些没用的 你还没说什么叫真元呢 你小子区区炼器三重 就敢挑战牛头鬼那样的猿鹰大能 而且还打赢了 简直没有天理 虽然靠灵修功法暂时提高了点修为 不过基础还是炼器二重没错 外界灵气进入气海就是真气 一般的修仙者到了助激净 气海每运行一周天 便可以在气海内储存一转真元 等真元数积累到特定数量 就有机会突破助激净 结成金丹 我只是炼气净 怪不得没有真元 那这些血精对我没什么用啊 笨蛋 助激以上的法术和神通 都是以释放真元为基础 真元越多 威力越大 不过的血精是终极的保命手段 多少修仙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你竟然觉得没用 真是气死笨蛋王了 如果能把真元的能量结合到武器上 岂不是再也不用担心 武器威力不足的问题 极哥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教我快速突破的办法 今天打出来的血精 我分你一般怎么样 三分之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 你的先重锋 勉强算是上车功法 本大王刚好有一套断体功法 可以教你 先说好了 修炼可有点辛苦 只要能速成 多辛苦都没关系 那你就接招吧 空军 获得被动功法 断体 拉动攻击受到伤害 这功法是揍人和挨揍都能加经验吗 宋作用 出到攻击时痛感加倍 距离炼器四重还需经验之一 一个臭鸡 这功法痛感加倍是什么鬼 这是你自己同意的 我可没逼你 一个臭鸡 这功法痛感加倍是什么鬼 这是你自己同意的 我可没逼你 断体功法中的实战 这么多黄泉鬼族 刚好给你练手 说是这么说 可这鬼族也太多了点 出人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这些骷髅兵也太运了 咋好几下才能打死 打一个才两点经验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 怎么挨揍的经验 比揍人还高 这鬼系统是要开发什么特殊属性吗 变态系统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总算打完了 不是吧 打了这么半天还差这么多经验之人 几哥 这里不是黄泉之魔体内吗 怎么一直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看着一个比一个难搞啊 黄泉之魔在鬼界吞噬各种鬼屋强者 化成自身的一部分 严格说 他一个魔头就是一只鬼界大军 这是被他吞噬的鬼匠 虽然已经磨灭了神石 但战斗本能和实力都还在 非常难对付 这家伙看起来虽然不如牛头鬼力啊 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对了 牛头鬼 白匠何人 呃 何鬼 报上名来 本大爷棍下 不斩无名之鬼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和一个没有神石的鬼匠套什么话 就是现在 牛鬼 怎么这里还有牛头鬼 这是我用牛头鬼练之的傀儡 怎么样 厉害吧 牛头鬼起码是鬼帅级别 拿他练傀儡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我们做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系统终于开窍 远程攻击也算经验 打死这种小boss 还有额外经验值 这波不亏 系统级别 果然是和境界挂钩的 练器四重就是level4 不知道到了助击期要怎么算 狂犬鬼族的血精 比那些触手还高级 触手的血精 顶多出一转阵远 这足足有两转 这下可发财了 鸡哥 你这就不厚道了 说好我们两个分 你怎么先捡起来了 神仙姐姐给的储物戒指 就是好用 抢资源都比别人快 鸡哥 这些我先保存 回头出去再和你分 嘿嘿 你个臭白痴 到了外面 谁知道你会不会骗本大王 接雷还在轰击 我们赶紧出去吧 这里不宜久留 不够早就封闭了 这里是炼击的好地方 我们往里探探再说 乖光 这又是什么路数 看着挺吓人啊 鸡哥 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着挺邪静的 小心点 这是地狱鬼林 是怨气和冤魂的画形 这么一大片 还不知道是聚集了多少冤死鬼 你让这个牛头鬼先试探一下 那个 对了 以后就叫你红牛吧 一听就很有精神 你这名字起得也太随意了 你这名字起得也太随意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怎么海不过来呀 鸡哥 你不是说这里的鬼屋都没有灵质吗 怎么这个会说话呀 一般只有鬼帅以上的级别才能保持一些灵质 要特别小心 好久没见过活的血食了 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 从哪个开始吃比较好呢 猪雀没几粮肉 身重诅咒 满肚子野火 不好吃 小帅哥来自一界 修为太低 他怎么知道我来自另外的世界 无量山的魔修还不错 就从你开始吃吧 猪雀 猪雀 他怎么也跑到黄泉之墨身体里来了 鸡哥 这女人有点难搞啊 还有什么弱点吗 黄泉鬼帅的弱点哪有那么好找 我看这片地狱鬼帘都是有点古怪 说不定是他的力量之源 这鬼帘这么大一片也不好拔呀 对了 这玩意怕火不 你们两个 有没有听我说话 听了听了不就是想吃人吗 人有什么好吃的 你要饿了我可以给你叫个外卖 你想吃桂林米粉还是沙仙小吃啊 黄焖鸡也行 就是不知道这地方外卖小哥找不找得到 你能给个详细地址吗 要几分了 你以为胡说八道就能逃看我的吞噬之术 胡说八道就是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啊 笨 阿无妙 这些红莲是用地狱瘾火瘁炼你的法器灵火烧不到他们 火烧不动 就灌换火种 极客 在人间界用燃魂夜火 你们真是不怕死 不就是引发天洁吗 我们现在在黄泉之魔的肚子里 有天洁也是这老兄前顶着 就是 好久没喷得这么爽了 妖族和无量山也不过如此 和那些没落的小门派一样 拿不出乾坤一致的法宝 公主 黄泉之魔已经受伤了 我们要不要动手 再等等 这些家伙和我们一样 都在等最后一刻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出现一朵同等规模的结云 难道黄泉之魔不是自己现身 还带着一个和他差不多的九流大能 对对对 两种火焰都炸进去 还有血精 不是有真源吗 也炸进去 龙鲸没那么高强度 都炸进去会爆炸的 不要害本大王 七哥 你这炮弹能多做几发不 一颗不太够啊 别做梦 为了你这个什么蛋 本大王把龙鲸盾牌都容了 在本大王的龙鲸已经被炸干了 一滴都没有了 你还想要 就让你的吞天虎再去吃点龙骨吧 你们两个还没弄完吗 再耽误下去 黄泉之魔就撑不住了 好多地方还没搜呢 还要继续深入 现在的情况 不是应该先找个出口 准备开溜吗 出去 你们冒这么大危险 进到黄泉之魔身体里 不是为了找仙境宝月 仙境宝药 什么东西 你们以为区区夜火就可以烧死我 没想到吧 那些红脸是主人为了限制我的能力而生的 现在可以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力量了 还是你们分神七的魔秀方便 随时都可以画行分身来通话 大家此来 为着都是即将献身的仙境宝药 对面是天玄国朝廷和那些宗门走狗 单打独斗暂无胜算 你我是否要联合 仙境宝药献身 该怎么分 拱用 妖族和无量山的弟子 可以各选五个弟子 进入真线一镜 第三度 是黄泉之魔 怎么会引出这么多结云 这结云 莫非是 禀尊者 已经确定 刚刚的结云是混沌鞭现世引发 混沌鞭 难道大小姐 在黄泉之魔体内 混沌鞭 鸡哥 你干什么 我都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你还在看热闹 那可是混沌鞭 无量山的镇山之宝 上古十大凶兵之一 听着跟你的烟火差不多呀 有那么夸张吗 当然有 万年前有魔修大能 用这件凶兵 直接将一座山峰抽碎 连上面的一座仙门上下 几万人的魂魄 都被这件凶兵炼化 你说可不可怕 当然有 万年前有魔修大能 用这件凶兵 直接将一座山峰抽碎 连上面的一座 仙门上下几万人的魂魄 都被这件凶兵炼化 你说可不可怕 这么厉害的兵器 之前怎么从来不用 这凶兵怨气太重 但使用 就会引发三九劫雷 修为不够的话 在外面用只能同归一剑 这兵器是不是被压制了 怎么打了好几次了 还没把这个红连鬼打死 在这里我是不死之身 就算你拿的武器再厉害 也不可能打败我 你现在真云耗尽 我看你还能用出什么花招 莫小姐 你先歇会儿 我来会会她 我要让你们都成为 这片血池中的红连 看到你的弱点 好强的威力 那些红连不是你的本体 但是你能一直再生 说明你的本体 确实不再能看到的地方 所以 新鲜出炉的 真元龙金叶火弹 滋味不错吧 呃 呃 我的主人 会给我报仇的 通知 杀死特殊生命主线任务 完成度加0.4% 获得奖励 商店中增加军械库功能 可进行武器维修与升级 嗯 嗯 现在用不到别的枪 还是节省点好 嗯 极哥 这是什么 呃 没 没什么 就是一块普通的血精 呃 别的你都拿走了 这块品质特别低 你肯定看不上的 是吗 阿武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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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来 吐出来 那是本大王的宝贝 哎 进化中 距离完成时间还有 二十三小时 五十九分 五十七秒 进化 上次是扫描那把龙骨刀升了一几 难道这晶体吃了也能升级 我的普死骨 极哥 之前那个鬼匠也爆出了一块白色的晶体吧 你要是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块就给你留下怎么样 什么白色晶体 本大王不知道 哇 什么东西啊 你们两个笨蛋 才发现这里不对嘛 小心 我没信任黄泉之墨本体的注意 他成员所生不多 顶不了太久 你快想办法 不然我们都晚了 不知道灵修功法 用到魔修身上是什么效果 直到如今 只能先用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喂 你没事吧 不好 他被黄泉之墨夺射了 极哥 这又是什么情况 他刚刚月祺使用混沌编 真云透智 应该是被黄泉之墨趁虚而入夺射了 夺射 那还能救回来吗 已经晚了 除非黄泉之墨主动退出 否则宿主的神魂一定会吞噬 公主 黄泉之墨停下来了 应该是承受不住截雷 到了强弩之墨 现在应该还没到他的极限 让宽盆试探一下 这什么声音 头都要炸了 公主小心 这也太牛了 这么大的家伙一炮就没了 大怪圣经能不能寻寻渐进一点 才四级就让我打这么大boss 要命啊 极哥如果打孕他 是不是能想办法把毒射的神魂逼走 不是吧 臭白痴 我们自身难保 你还想着救人 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救不了 极哥你先撤吧 我如果回不去 你一定要和神仙姐姐说一声 臭白痴 你可别割屁了 你还欠我很多宝贝呢 臭白痴 你可别割屁了 你还欠我很多宝贝呢 混蛋 快从我朋友身体里出去 混蛋 有本事你从他身体里出来 我们单挑啊 我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你把我抓到这里想干什么 我可是绝不会向你们这些怪物投降的 慢 我带你来 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果能够回答 没准能保住命 即便偶不便 符 符号看向线 不 不会吧 难道你也是穿越者 他也是穿越者 还是说 这个世界其实是无限流的套路 穿越者们先杀个泥死我活再说 还以为自己有主角光环 怎么做都不会死 现在看神是绝儿还不一定呢 臭白痴 什么是穿越者 这个大概是说 我和他是从同一个世界来的 相当于老乡 黄泉之魔是你老乡 你这路子也太一眼了 完全不按套路来啊 你们要真是老乡 和他说说放我们走呗 这可不一定 我这个老乡见老乡 可能是背后来一枪那种 不管了 我先探探情况 这位大姐 一看咱们就是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我刚穿越没多久 好多事还不知道 你是有什么奇遇 才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吧 我运气不如你 刚到这个世界 就被人害死 灵魂到了九幽黄泉 才凭着一丝真灵修炼 天天和黄泉鬼魔厮杀吞噬 穿越之后就死了 这家伙比我还倒霉啊 等等 这个世界死了还没完 灵魂还会下到九幽黄泉 我厮杀了不知多少年 才战胜上一代黄泉之魔 继承了他的名号 这一次 我聚集了全域之力 用投影突破世界壁垒 就是为了趁真仙一计开启的机缘 开通黄泉鬼剑 进入人间的通道 我算好了一切 却唯独没有算到你 鬼剑通道一开 无数黄泉鬼族涌入人间 岂不是要生灵涂炭 这偶像好狠啊 你知道你眼多的捷雷 患了我多大的事吗 事情就是这样 城里的守军最后一次看到楚师兄 是看到他进入黄泉之魔身体里 在黄泉之魔身体里 这几朵结缘 难道是他弄出来的 瑶掌门 这次朝廷和妖族 摩修 都寄予即将现世的先进密要 神兵们与摇山门 如果不共同行事 恐怕很难和他们争夺 摇山门与神兵们同气联支 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黄泉之魔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待会儿 现机行事 不要太过冒进 是 你不跟着你师姐回去吗 待会儿楚师兄出来 一定会先到这里 我想等他一下 还望掌门恩准 这个家伙 刚出山门就找封硬点 魔头体内 三重积累 这一次能不能平安归来 要看你的命数了 大姐 你是在开玩笑吧 开启鬼戒通道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得死多少人啊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王犬鬼族 无时无刻不再渴望人间血食 我作为皇犬之主 自然要为他们引路 竟然这样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王犬鬼族 无时无刻不再渴望人间血食 我作为皇犬之主 自然要为他们引路 既然这样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外面已经有三朵结余 不管你想干什么 都已经走不动了吧 只要能再拖住一会儿 你和你手下这些妖魔鬼怪 都会被赶回鬼界去 就凭你 哈哈哈哈 大家受的都是九年义务教育 也不能只让你秀是不是 极客 让他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被你抓住 只是因为你夺神了我朋友的躯体 现在我们两个使出全力 咱们这老乡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了 你能引动真凰之力 暂时封印住灵鸟所说的诅咒 的确有资格跟我赌一把 可惜你的功法 级别还是太低啊 极客 这一下是故事完结的节奏啊 主人 我来抽取他的神魂 带回鬼界袍制 一定要让他永世受到煎熬 你们先去把外面那些捣乱的苍蝇 尽数杀灭 变成血石 我要亲自炮制他的神魂 这气泡也是灵运 怎么好像把黄泉晦气都隔绝在外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你就是黄泉之魔的本体 我叫灵运 你最好记住这个名字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马上就知道了 通知 检测到外界能量输入 吸收中 检测到新功法开始录入 身体出现责伤 断体功法启动 提升到煉气五重 还需要经验值400-2000 快乐 竟然升级了这么多项目 这才像个穿越者的样子 能够完全吸收我的黄泉本源之力 算你有点本事 有资格给我效劳 美女 虽然咱们是老乡 也多谢你帮我升级 不过你的计划太阴间了 我可不能帮忙啊 真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我之前都暗示的那么清楚了 你怎么就是听不明白啊 啊 暗示 什么暗示 我说即便偶不便 是说穿越后 我只是换了生存形态 符号看相线 是说要看我现在的身份和时机 不能乱说话 谁能想到是这个意思啊 那是因为你太笨了 不对 难道你的目标 不是要黄泉鬼族反攻人间界 你是在骗人 啊 不对 是在骗鬼 那当然 你以为当那帮鬼怪的主人很容易吗 他们眼里只有力量和血实 我顺着他们的目标 他们凭什么任我为主 我又怎么能用他们的力量 逃出黄泉界呢 原来你一直在忽悠他们 你这个魔头当的 还真是有创意 历代黄泉之魔 为了带领鬼族降临 都积攒下了巨大的资源 就算不是由我 也会由继任开辟出真正的通道 造成血流千里的人间大戒 我本来的计划 是在先进遗迹里开辟通道 让本体逃出黄泉界的同时 带走他们的核心资源 让黄泉界再无力再战 结果全被你和你引起的捷云搅乱了 事已至此 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捷云弄走啊 捷云是你弄出来的 你当然要负责 这是 这是古神花 可以连接黄泉鬼界 让你使用黄泉本源的力量 代替我击碎劫云 击碎劫云 击碎劫云 怎么可能抗衡劫云 哼 我是没指望你能抗衡 要抗衡劫云的是我本体的力量 你辅助一下就行了 这也不好吧 万一我让捷雷劈死了 那多不合适啊 雷切再这样继续下去 这里都会被毁灭 到时候你和你的朋友 会无依性命 这事儿听着不靠谱啊 万一是想拉我当炮灰 可就废了 可是不答应的话 嗯 没事吧 没事 我刚刚一直是清醒的 你去对付杰云之前 我会送你朋友到安全的地方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这是开启遗迹的先进秘药 救了它 就可以找到真仙遗迹 我可以先把它抵押在你手上 说过你出了什么问题 我离开黄圈鬼界的计划 就无法实施 呐 这已经是我的拿出最大的诚意了 莫小姐 这东西是真的吗 我不能确定 但是 确实是开启法阵的所应 稷哥 你又装死 这是仙境秘药没错 能拿到 是千年才有的机遇啊 我只要遗迹里的真仙传承 其他的宝物和机缘 也都可以归你们所有 别犹豫了 那个遗迹被那么多人盯着 肯定是个飞得流油的地方 错过了可没有第二次机会 臭白痴 好 我同意和你合作 你要信守承诺 先送我的朋友出去 一言为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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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间完成 可以再击碎一朵劫云了 朝廷的军队武器挺够劲啊 刀山们和朝廷好像是盟有关系 先不要惹 这东西怎么还在追踪的 打招好了没有啊 我被人盯上了 啊 马上好了 再坚持一下 若是用劫雷青小怪没经验 想办法自己打一架生生疾吧 这五人看着不认识 先拿你们开刀 快住手 怎么了 这些无量山的魔修是为我来的 别和他们冲突 关系户还真是多 好了我知道了 你们先抓紧时间离开那里 嗯 走了 就是你们这些妖族了 上次让你们跑了不少 这次可要打个痛快 呃 这一波金月可转足了 好强 这是什么人 融流不生花的力 我绝对打不过他 奉华队 啊 常常连结云都能击碎的大招是什么滋味吗 凤凰盾 凤雷 凤雷 啊 竟然跳弹了 瞄准黄泉之魔 放 神仙姐姐他们认不出我 这一下可麻烦了 你们想要先进秘药 就和我们一起先下手为强 否则下一次 可没人会替你们挡住黄泉之魔的攻击 那就先杀了他再说 我去发动魔形弓的血震 糟了 要被包围了 单独朝廷一方还可以对付 如果一拥而上 很难不误伤 对了 琪琪 琪琪 你在吗 琪琪 我刚刚看你在非洲上 掌门在不在你旁边 掌门 初然 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哪儿 姐姐 没时间和你解释 我现在穿着黄泉之魔的铠甲 马上要从你这里突围 你千万不要攻击 我怕伤到你们 姐姐 我过来了 黄泉之魔是 触燃 掌门 黄泉之魔 飞进准备 住手 不许发射 姐姐 我先把事情解决 回头再和你解释 这个真是药山师兄 快打开祭坛 是 公主 摇山门竟然不敢和黄泉之魔正面对战 真是废物 公主 祭坛准备好了 神残 这边太危险了 还是先和黎泉会合 等大招能用了再说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让人有种不祥的感觉 神灵 恭迎母皇陛下 糟了 身体好像被锁住死了 动不了 掌门 那是什么 那是女帝的法身 分神器的法力 即便远隔千里 也可以一击必杀 能够见识我母皇的威能 也是你的运行 天子剑 上 衪 傻人 江门 刚刚那个是事凶的往 会不会有危险 捷缘没有消散 起码黄泉之魔还没有死 凤凰剑 中了母皇的天子剑 看你还能藏多久 姚山师兄 不对 刚刚还能感受到一丝楚人气息 现在怎么完全没有 怎么回事 为什么比刚刚强了这么多 哇 你操纵这套古神花的铠甲 可比我厉害多了 古神花爱了刚刚那一下天子剑 黄泉之力随耗殆尽 坚持不了多久了 你确定按你的计划 能在击碎杰云的同时 还不让他们怀疑你的身份 放心 杰云一炮就能干碎 至于其他人 到时见机行事就好 好 待会我先躲到你身上的古神花里 你们小心 千万别路线了 就瞧好吧 快躲开 男人 从哪里冒出来的 妖孽 本大爷来了结你 男人 从哪里冒出来的 妖孽 本大爷来了结你 喂 属下留情啊 反击别太狠了 打得不狠 怎么能骗过别人 大小姐 这回稀可做足了 黄泉之魔吃就死了 不好 仙剑蜜药 幼儿在这里 我就不信你们不上道 突然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姐姐 有点复杂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 反正现在我算是解决了黄泉之魔 过了秋山城的灭城血节 妖神师兄 你真的杀了黄泉之魔 差不多吧 妖神师兄 你这次解决了秋山城 我回去和妈妈说 让朝廷跟你交讲 初然身上为什么会有黄泉诡计残留 难道 他被黄泉之魔夺射了 可若是夺射 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融合他的记忆 表现 也不会这么自然 这个魔修身上魔气旺盛 又是什么来临 姐姐 等回去了我们单独说 你现在就说清楚 姐姐 这是开启仙境遗迹的秘钥 我好不容易拿到的 我还找到了仙境遗迹内的情报 只要能顺利进入遗迹 肯定赚翻了 情报 你从哪里得来的 交出秘钥 我可以证明你刚刚的冒犯之罪 冒犯 没记错的话 刚刚可是我干掉了黄泉之魔 这个怎么冒犯你了 难道你和黄泉之魔是一伙的 我不和男人斗嘴 马上交出秘钥 否则 公主 楚然是我摇山门的弟子 秘钥既然已经被他拿到 就是我摇山门之物 难道公主想抢抢吗 先进一计 关乎朝廷器语 我奉母皇之命夺取秘药 绝无通融于地 摇山门是否想要承受我母皇的怒火 你们自己要想清楚 爸 你这个掌门靠不靠得住啊 不会卖了你吧 姐姐不会出卖我 不过摇山门真的未必能单独承受朝廷的压力 楚然师兄破解血迹 救下丘山城中山万百姓 又杀死皇军之魔 这样的功郎 朝廷不加强也就罢了 还要赌他的战功 这让人如何欣服 姚山门和神兵们一向是朝廷盟友 我并非要如此不尽人情 你们能够交出秘药 我可以将姚山门和神兵们在北京的封地扩大 还可以拨出国库的修炼资源 为你们充实山门 楚然 秘药是你拿到的 你怎么决定 这个 没想到堂堂天玄国公主 竟然仗着朝廷的势力 这样欺负一个落魄宗门的弟子 小帅哥 为这样的朝廷宗门卖命 有什么意思 你要是肯带着密钥投奔我 咱们之前的过节 一笔勾销 我还可以带你面见幽黄 请他老人家 为你挑选合适的妖族功法修炼 楚然就算要离开诗门 也轮不到你们妖族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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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传说中 无量山那个不是出的天才少主 无论人族妖族 看上他不止什么药 还有楚然特殊的体制 可惜你们都没有能力 开发他真正的潜力 只有无量山这样 汇集天下奇功的魔宗之主 才有可能集全宗之力 为他单独开发一门功法 这才配得上 他万中无一的特殊体制 我已经和楚然说好 他会跟我一起回无量山 你们就别妄想了 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 你们又是什么时候串通好的 提前说一声啊 楚然 这是真的吗 你要判出摇山门 楚然 这是真的吗 你要判出摇山门 姐姐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先跟我回摇山门 回去再跟你算账 我无量山看上的人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楚然 你答应过的事 想反悔吗 这个 这话是替我问的 你要是回了宗门 我们的交易可就完不成了 等一下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古神花 这样的皇权鬼木 古神花 喂 你这个古神花 怎么这么快就露馅了 这东西哪有那么好藏 你先依附一下 它身上有古神花的气息没错 好好一个小帅哥 真是可惜了 古神花附体 它肯定已经被皇权之魔夺赦 喂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你说夺赦就夺赦 我多没面子 古神花是魂复古 沾染到它的人 还没听说谁能保住 神魂不被夺赦 喂 古神花有它说的这么邪乎 你少臭没了 我夺赦你干什么 你的身体我还瞧不上 初然 你真的沾染了古神花 可能刚刚打黄泉之魔的时候沾到了一点 既有我 那我只能送你上路了 姐姐 你干什么 古神花无药可救 当年我师父玄灵就是被人用古神花谋害 最终受尽痛苦也无力回剑 从来时我就发誓 我有和古神花有关的人 格杀勿论 姐姐 星光和你说的不一样 我属于还能抢救的那种 你这个掌门也太人私利了 古神花又不是只能用来害人的 别说凤凉话了 赶紧想办法 不然就玩完了 让开 我来杀他 别让他们钻空子 现在谁除掉古神花 就能拿到仙境秘药 大小姐 古神花无药可救 现在不动手 可就要把密药广手送人了 到了这个地步 你无量山还想护着他 这是我无量山的事 你管不着 喂 快想想办法 古猿们是想等密药开启时间到了 先甩开他们 我们几个单独进一季 现在看是来不及了 既然如此 大家都先进到一季里 再分胜负吧 喂 极客 快变身接住我们呢 这里的天地规则压尺飞行 我飞不起来了 按之前搜集的信息 进入这处先进一季的人 可能会被随机传到不同位置 随机传送 对了 极客 这个拿好 倒是各自全力位置在汇合 知道了 姐姐现在信不过我 去给他通话机反而麻烦 姐姐 你注意安全 我回头跟你解释 要传送了 你没个降落伞 这么高会不会摔死啊 浅重锋 这就是先进一季 二姐四妹 我进一季了 小世界坐标 我现在发给你们 这里的天地规则 不但限制飞行 连修为也被压制在住基金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完全打不动 就算有千冲锋摔不死 每次这么玩 也好疼啊 喂 你们都落到哪里 有事没有啊 没回应 你那个对讲机 通行距离不会超过五公里 他们应该不在这范围内 你怎么没被随机传送走 我藏身在古神花里 和你是一体的 走不走 刚刚形势太紧急 差点忘了 既然来了就别耽搁了 赶紧找到真正的遗迹再说 那个山峰 应该在地图的阵中 我要是那个成仙的家伙 一定会把遗迹放在那里 对了 一直没有机会问 你是从什么时代穿过来的 应该是二零一零年 你呢 我比你晚了十多年 你这么厉害 之前是做什么的 你从那个时代来 没听过我的名字 林韵 我想起来了 你不会是那个 北方重工的女CEO吧 你忽然失踪的消息 在新闻上放了好久啊 都说是情杀抛尸什么的 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呢 我看你现在也像小学生啊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要人身攻击 我的天 这么大的龙虾 这大龙虾好榜啊 小心 这是天罗狂虾 力量和速度都非常变态 这个遗迹与世隔绝 这些狂虾不知道 修炼了多少年 肯定更加凶嘛 天罗狂虾 那个歹虾户大赛 抓的是不是这种虾 那只是个噱头而已 天罗狂虾是太古遗迹 外面早就绝肿了 秋山城那些 只能算是血脉细薄的妖虾 和遗迹里的没法比 遗迹世界的天地规则 会把实力压制在注击器以下 法力会大打折扣 很难对付这种身体强悍的遗祖 我本来就是练器器 没什么法力 刚好可以拿着家伙练练手 那你加油 我现在是灵体 打架的事你要自己努力了 没问题 待会儿请你吃蒜蓉小龙虾 这家伙这么威猛 虾尾肉肯定尽失又又弹性 蒜蓉小虾虾 力气还不够大呀 先重逢 如果这种FPS游戏老玩家 逼反应速度 你还嫩点 红牛 别这么激动 马上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Fields